这是一个人类与魂宠共存的世界 拥有天赋的人可以成为魂宠师 魂宠师可以与魂宠签订魂约 成为主仆关系 魂宠师让魂宠为自己战斗 命令魂宠做任何事情 魂宠师的修行之路永无止境 因为世界之大 所有魂宠师都梦想着收服传说中的各种强大魂宠 而有一个魂宠师 他和他的魂宠们站在了整个世界的巅峰 这就是史上最传奇的魂宠师 楚慕的故事 此时眼魔岛内 一只强横的魂宠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战斗 随着战斗的进行 能量的轰炸席卷整座岛屿 不多时 那只魂宠就被男子召唤出的魂宠给压制在地上 夏广涵望着眼前这头重伤的魂宠忽然开口道 这也不是我想要的 说到这 他忽然打开召唤法真莫然道 我想要的是更加强大 更加特别的存在 就在这时 一名小嘎嘎忽然来到他身后汇报道 夏大人 楚家少爷已经被压入眼魔宫了 随后夏广涵便将那只重伤的魂宠给处决掉 然后果断转身道 差点把这事给忘了 即刻启程 画面一转 某处眼魔岛的眼魔宫内 正不断传出阵阵鞭子挥出的声音 只见一名眼魔宫的侍女正拿着鞭子 不断抽打着眼前的少年 在重重挥出一边后 女子立即怒喝道 好你个楚慕 看我今天边不死你 可接连被抽打的楚慕却一声不吭 满脸怨恨的盯着女子 就在这时 不远处忽然传出一道呐喊 夏大人道 在夏广涵走进来之后 女子连忙恭敬道 报告夏大人 这楚家小子企图逃跑 卑职已执行鞭刑 而夏广涵没作声 竟只走到了楚慕的跟前 随后他猛的一把 按住楚慕的脑袋开口道 小子逃走是没用的 我不管昔日你在楚家是怎样的风光 但是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我也魔宫既然接下了杀你的任务 就一定不会留下你的命 说到这 夏广涵忽然瞥了一眼 身后的侍女开口道 但是 负责行刑的是本作 在我动手之前 竟有人敢擅自动手 夺走我的乐趣 话音刚落 小嘎嘎架在侍女身上的刀刃 立即猛然滑下 直接将侍女给当场干掉 随后夏广涵便再次开口道 在这里 每条命都有一个架 而你 杨家不惜献出家族质保 贵求也魔宫出手杀你 你的命比他贵 他死不足惜 楚慕 十五岁 罗家楚家的三子 楚家未来的继承人 因过早和高阶的魂宠签订契约 导致第一魂约和第二魂约被占据 第一魂宠叛逃 沦为罗承的笑柄 说到这 夏广涵忽然眉头一挑 原本你可以躲在父兄的背后 做个纨绔子弟度过一世无成的一生 但是楚家的没落 让你失去了长辈的庇护 一听到这 楚慕再也不能忍了 他不由满脸恼怒道 别再磨叽 要动手就赶紧动手 文言 夏广涵却忽然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表情 我会杀你 但不是现在 随后他就从身上拿出一个盒子开口道 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胆敢和高阶魂宠签订契约 但是不可否认 你虽然愚蠢 但不发勇气 我夏广涵最喜欢折磨有勇无谋的蠢才了 紧接着夏广涵便猛然打开手中的盒子 但笑道 你的这条命 我会让他发挥最后的价值 话音刚落 黑盒子中猛然窜出一股恐怖的气息 团团烟雾迅速朝着楚慕所在的方向涌去 见此情景 哪怕楚慕的心智在坚定 他也不由惊呼出声 这是什么东西 男人竟然帮助少年契约眼魔中的王者白眼魔 就在刚刚 夏广涵为了榨干楚慕最后的一点价值 竟拿出关押着白眼魔的盒子将其释放出来 在释放出盒子中的白眼魔后 夏广涵忽然开口道 魂宠是可以驱使魂宠 命令他们做任何事情 但是有一种魂宠却是例外 眼魔是魂宠中的恶魂宠 是非常特立的存在 他们同样可以与人类签订魂约 为人类战斗 但是他们却拥有吞噬主人灵魂的可怕能力 除非主人的魂力比眼魔强悍 否则就会被眼魔吞噬 说到这 夏广涵忽然露出一抹凝笑 一只眼魔的成长 需要吞噬数百人的魂魄为氧量 而你眼前的这个白眼魔 被称为眼魔中的恶魔 它的成长需要成千个尸体做电机 你弱小的灵魂可以成为它的氧量 你应该感到荣幸 不多时 白眼魔就开始将楚慕给紧紧缠绕住 开始缓缓尝试撬开它的嘴巴 见此情景 夏广涵不由但笑一声暗暗在心中得意道 白眼魔一旦进入体内 就可以从外部开启魂约 不过此过程将十分痛苦且无法呼吸 多数人都在这个过程中窒息而亡 或者心脏过在而死 不多时 白眼魔就撑开了楚慕那紧闭的嘴巴 开始迅速往它嘴里涌去 下一刻 白眼魔的躯体就全部从楚慕的嘴中进入到它的体内 强行让楚慕和白眼魔签订契约 顿时楚慕就感到一股钻心的痛苦涌上心头 哪怕他精神在坚韧 也忍不住发出阵阵痛苦的惨叫 整个过程整整持续了数分钟 楚慕才停止了痛苦的哀嚎 而小嘎嘎在伸手感应楚慕的心跳后 立即恭敬地汇报道 夏大人 他已经没有心跳了 楚慕已确认死亡 此话一出 小嘎嘎立即就将楚慕身上的束缚解除 而夏广涵则直接转身到 白眼魔回收后将它处理掉 说到这 夏广涵不由露出一抹失望的神色 本以为你能给本座带来惊喜呢 然而就在这时 原本一动不动的楚慕 却忽然咳出一口番茄酱 闻声 正准备离开的夏广涵不由脚下一指 有些不可置信地招楚慕望去 刚刚才确认过楚慕 已经没有心跳的小嘎嘎 顿时就骇然起来 这小子居然还活着 而楚慕挣扎地从地上爬起 同时盯着夏广涵冷声道 我还没夺回属于我的一切 我怎么可以就这样屈辱地死去 此话一出 夏广涵也不由一愣 他没想到眼前的少年居然这么坚韧 当即他的嘴角就浮起一抹玩味的笑容 来人 把他押送到眼魔岛 而被蒙上头套的楚慕不禁暗暗嘀咕了起来 他要干什么 他们要带我去哪里 不多时 楚慕就被带到了一处孤岛之上 在一片有着乌云遮蔽的下方 一块方圆约有20公里的岛屿 显得格外的特别 在上了岸后 小嘎嘎立即就将楚慕的头套给摘掉 而楚慕望着眼前的景象顿时就猛逼了 这是什么地方 而小嘎嘎却没有搭理他 而是静止转身上船默然道 自求多福吧 而楚慕望着岛屿最中央那一座笔直的山峰 上面坐落着大大小小的宫殿 他不由面露不安地突出一句 这这么到底是个什么鬼地方 再来到了眼魔岛的三天后 楚慕就像是静坐在海牙上的一尊雕像 渺小的身影迎着渺茫汹涌的海洋 海风凛冽袭袭来 灌入他单薄的衣裳之中 扬起了他那有些凌乱的头发 在这座岛屿上渡过了三天 他总算明白了自己的处境 这个眼魔岛 是眼魔宫培养眼魔的营地 他们四处搜罗少男少女 充当存放眼魔的容器 而楚慕需要源源不断地为体内的眼魔提供魂力 滋养他成长 一旦楚慕的魂力满足不了体内的恶魔 他的灵魂就会被吞噬掉 所以为了活下去 他必须通过考验变得更强大 就在这时 山崖下忽然传来的呼叫声 将他的思绪给打断了 望着底下的几人 楚慕不禁疑惑道 刚刚那是什么声音 只见一名小嘎嘎正纠缠着一个身穿红衣的少女 你就别挣扎了 要不是看你有点姿色 我们才懒得搭理你 周哥看得上你 是你的荣幸 一旁的小嘎嘎立马附和道 谁不知道青眼魔岛上所有的实验机体 周哥是最强的 跟了我们周哥才有活路 给你机会 别不识好歹 就在这时 一个体格比其他少年要撞上不少的男子 忽然走到了女子跟前 然后轻飘地提了提女子的下巴开口道 小妞 跟了我周生莫 在这个残酷的青眼魔岛 我可以护你周全 说到这 周生莫忽然将手指伸入女子的嘴中淡笑道 欲擒故纵的把戏也该玩够了吧 下一秒 女子猛然狠狠地咬住了周生莫的牙齿 顿时周生莫就发出一阵痴疼的吼叫 迅速将手给抽了回来 当即女子就露出一副坚毅的模样大喝道 拾起拳头朝着少女砸去同时恼怒道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然而就在这时 一枚石块忽然从天而降 精准地砸在周生莫的头上打断了她的出拳 无缘无故被砸的周生莫顿时就炸开了锅 给我滚出来 可藏身在山崖之上的楚慕却没有理会下面的狗叫 而是静静地开始捡起地上的石块 楚慕之所以会出手 因为少女那不卑不亢且有骨气的表现 赢得了她的认可 而楚慕没有直接射击 她通过山崖峭壁反弹来进行袭击 随后就不断传出咚咚的声响 楚慕所射出的石块 无一落空 全部精准地落到几个的头上 见此情景 少女不由暗暗讶异了起来 那个救了我的人 通过让石头反射的办法 让周生莫找不到她的具体位置 好厉害 被戏耍的周生莫瞬间就怒吓一声 我不管是谁 我会让你后悔惹了我周生莫 一旁的小嘎嘎见状不由咧嘴一笑 周哥要招呼她的魂宠了 那个混蛋死定了 然而就在这时 眼魔岛内却忽然传出一阵响亮的好脚声 周生莫闻声立马就停了下来开口道 是集合的好脚声 算你好运 别让我抓到你 说完 周生莫就带着小嘎嘎直接转身朝岛内走去 贪软在地的少女健壮不由暗暗庆幸道 得救了 在周生莫走后 少女望着山崖上的人影顿时就愣住了 在仔细打量了一番楚慕的样貌后 她不由心头一惊 救了我的人 是她 随着号角声的响起 眼魔岛教场内立即就开始热闹起来 只见一群穿着轻衣服式的男子正拿着鞭子大骂道 不想死就动作快点 你们这群废物 而被打断的周生莫不由面露恼怒道 可恶 等我抓住那个人 我一定要弄死他 而楚慕望着悬挂在半空的鸡腿不由一愣 他不由暗暗嘀咕道 鸡腿 这群只是想做什么 而众人和楚慕的状况差不多 个个都已经饿了好几天 而其中一名小胖子在看到鸡腿后再也忍不住了 连忙朝着鸡腿的位置走去 可他还没走出几步 一记鞭子忽然破空而出 直接将他给当场干掉 见此情景 众人瞬间就清醒了 不由被这残忍的一幕给吓得鬼叫连连 而轻衣执式则拿着鞭子灵笑道 我让你们乱动了吗 再不听话 就和他一个下场 而一旁的另一名执式忽然咧嘴一笑道 废物们 接下来我们玩一场饥饿游戏 一百个人 我只提供五十个人的口粮 要想填饱肚子就开始抢吧 说到这 轻衣执式忽然冷笑一声 抢不到的人 我统统都会干掉 掩磨倒 不需要这么多废物 来了来了 男人居然要独自面对一群饥饿的寥廊魂宠 就在刚刚 轻衣执式拿出了五十人份的食物 并宣布了这次饥饿游戏的规则 在执式们宣布游戏开始后 小嘎他们立即就朝着馒头堆合那唯一的鸡腿冲去 然而就在这时 周生墨带着小嘎嘎迅速冲入人群 将唯一的鸡腿夺走堆一岛 这些食物都是我周生墨的 台上的执式健壮不由咧嘴一笑道 这小子是叫周生墨吧 体格素质远超其他人 看来这批货也不全是废物 这一期容器培训才三天 他就已经拉拢了小弟 挺能干的吗 可就在这时 一道人影忽然一闪而过 将周生墨手中的鸡腿夺走 望着一闪而过的楚慕 周生墨顿时就怒了 给我把鸡腿放下 你敢动我的鸡腿 我跟你没完 女子在看清来者的面容后 不由呆愣在原地 而小嘎嘎们则纷纷骇然道 他疯了吧 居然敢从那个周生墨嘴里抢食 不要命了呀 可楚慕却不理会周生墨的诡较 直接朝着大鸡腿狠狠咬上一大口 见此情景 小嘎嘎们顿时就看呆了 他居然真的咬下去了 就连台上的执式们也不禁哈哈大笑了起来 那小子有点意思啊 周生墨见楚慕根本没把自己放在眼里 顿时就怒了 竟敢当众忤逆我 下一刻 周生墨就命令手下的小嘎嘎 将楚慕给围起来打 楚慕却没有理会小嘎嘎的拳脚 而是先将那只大鸡腿给光速消灭掉 见楚慕陷入了挨揍的局面 女子顿时就急了 不行 我要去帮他 然而就在这时 被一脚击中腹部的楚慕忽然大喊道 等等 等一下就好 闻声 女子不由停下了脚步 莫非他有什么计策吗 而周生墨文声也不禁停下脚步恶然道 想求饶吗 已经晚了 可楚慕却忽然猛地将嘴中的鸡腿给吞了下去 然后满足地打了个宝格开口道 差点就被打吐了 这鸡腿可不能浪费啊 此话一出 女子顿时就露出一脸呆滞的表情 而周生墨此时已然愤怒到了极点 他现在恨不得就将楚慕给生吞了 台上的执事见此情景立马就哈哈大笑了起来 有趣 这小子太有趣了 他把骨头都给吞了 既然头奖已经被摘下 那么真正的游戏可以开始了 紧接着执事们就开始抿动嘴唇 吟唱起晦涩的皱纹 顿时他们的周围就奇异地显现出一个个光亮符号 符号就像文字一样 迅速汇聚在地面上映射出一个紫色的法阵 下一秒 法阵猛然闪烁起了一道绚绿无比的光幕 陡然间 一声令人心迹的狼嚎猛然响起 一头巨狼迅速从法阵中出现 营地之内出现的赫然是有名的掠食者寥狼 是一种以尖锐恐怖的獠牙著称的凶残魂宠 见此情景 底下的小嘎嘎们顿时就吓尿了 面对如此恐怖的魂宠 他们深知自己是不可能抵抗得住的 执事们见状立马就发出振振得意的笑声 这些獠狼 我们特意饿了七天 为了食物 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攻击任何他们能够对付的生物 直到将其杀死为止 说到这 其中一名执事忽然开口道 今天是身体素质的训练 你们要自己面对凶残的魂宠 我们只会留下50个在这里进行接下去的训练 这就意味着你们会有一半的人在今天这个测试上死去 随后其余执事也纷纷开始召唤寥狼同时大笑道 好好享受这种死亡的快乐吧 生与死之间锤炼出来的人 才有资格进入我们眼魔殿 话音刚落 一股凶兽的腥风瞬间席卷整个试炼场 寥狼们立即开始朝着少年们所在的位置扑去 寥狼这种极其可怕的生物 对付这些手无腹肌之力的少年简直一如反掌 但试炼开始还没多久 就已经开始出现丧生者了 炸了炸了 眼魔倒的死亡游戏终于开始了 在饥饿的寥狼群开始劣势后 立刻就干掉了一群少年 哭喊之声与狼嚎顿时响成一片 打怕成年魂宠师都很难在没有魂宠的情况下 单独对付一只寥狼 更不用说是这些手无寸铁的少年们 望着这场残酷的杀怒盛宴 三明清一直是却露出丧心病狂的笑容 楚慕望着狼群不禁暗暗思索起来 还在家族的时候 我就已经通过各种方式了解魂宠了 按照眼前这些寥狼的毛色和高度来判断 大致已经成长到了八阶 八阶的寥狼绝对不亚于一个 拿着大砍刀的强壮成年人 要活下去绝对不是要硬碰硬战胜这些寥狼 而是应该想办法 尽量让自己躲开寥狼的攻击 直到有五十个孩子先被干掉为止 所以我要尽可能躲避来拖延时间 可就在这时 一只大脚忽然从一旁飞出 直接轰击在楚慕的腹部之上 在将楚慕踢向寥狼之后 周生墨立马大喝道 敢和我作对 去死吧 全集周生墨就迅速转身 临走前他还不忘露出一副得意洋洋的笑容 而此时楚慕因为这一脚 直接就被寥狼给一脚牢牢地按在壁上 当即楚慕就连忙狠狠地将狼腿推开 同时按骂道 周生墨你这混蛋 可寥狼的反应很快 还没等楚慕起身 他的血盆大嘴就迅速咬了下来 而楚慕只好伸手死死地抵住那张狼子 然而就在这时 周围的寥狼在看到楚慕这头到嘴的羔羊 连忙朝着他围了上来 就在楚慕以为自己就要凉了之际 听雨忽然拿起棍子狠狠地敲在了寥狼的头颅之上 将他的撕咬硬生生打断了 可听雨的力道还是太弱了 眨眼间 寥狼就猛然转头愤怒地盯着他 随后寥狼就迅速挥出一剂狼掌 迅猛地拍击向听雨 听雨见状连忙抬手护住要害 可却被恐怖的力道给一爪子拍飞 望着砸在墙上的听雨 周生莫不由暗暗震惊起来 怎么搞的 听雨居然帮一个素不相识的奴隶 可下一秒 周生莫就猛地灵光一闪 难不成 今天袭击我就吓他的就是这个楚慕吗 而楚慕此时望着不断朝自己逼近的寥狼 他不由在心中怒吼道 我不要这样死 不要 我要活下去 我要活下去 至少不能死在他们手上 我还有未完成的事情 楚慕体内的白眼魔就开始释放出恐怖的白眼 迅速为楚慕输送能量 而正在奋力抵抗寥狼的楚慕 立马就被这股呼如其来的能量给弄得发出阵阵嚎叫 紧接着他猛地将寥狼给高高举起 同时释放出炙热无比的恐怖白眼将寥狼给燃烧了起来 望着楚慕这番惊人的表现 轻一直视不由惊呼出声 他竟然把寥狼王给杀了 而周生莫也不禁看傻了眼 他居然这么强的吗 此时楚慕身上所散发出的恐怖气势已然弥漫全场 一些普通的寥狼根本就不敢再靠近他分毫 见此情景 为首的直视不由眼魔威名命令道 去清点一下存活人数 在检查过后 小嘎嘎连忙汇报道 正好剩下50个活口 随后为首的直视便直接转身道 寥狼收了吧 测试结束 而场内的少年们望着楚慕身上的白眼不由骇然道 他身上的白色妖火是什么 为什么他突然变强了 而那些识惑的直视忽然咧嘴笑道 如果没猜错的话 他身上寄生的眼魔正是白眼魔 原来夏大人送过来的容器就是他 闻声 周深莫不由瞳孔一缩 白眼魔 为什么这么高级的眼魔会寄生在他身上 我们这里不是清眼魔的训练营吗 与此同时 楚慕忽然感觉到一阵钻心的痛苦 脚下呼得一软直接跪倒在地 感受着体内不断消失的魂力 楚慕不由紧咬牙关道 不对 不是心脏痛 是白眼魔在吞噬我的魂力 仅仅片刻功夫 楚慕身上的白眼就消失殆尽 他也因此昏了过去 话密一转 夏广涵的宫殿内 回首的清一直视正宫镜的汇报道 楚慕在催动了白眼魔的力量后 他就晕厥了过去 事情就是这样 文言 夏广涵不由微微诧异道 你说楚慕能催动眼魔的力量吗 他体内的白眼魔如今几节了 清一直视连忙回答道 大人 刚刚升上了二阶 夏广涵不由分析道 看来他为了在测试中活命 透支了魂力 逼迫白眼魔出手保护他 可惜这个招式只能用一次 而且因为魂力超支 接下来白眼魔很快就会升到第三阶 此话一出 底下的直视不由骇然道 第三阶 白眼魔的第三阶 所需的魂力 可是第二阶的数十倍啊 绝不是这小子能提供的 而夏广涵的眼魔中 忽然闪过一次残忍 看来 很快就要为白眼魔寻找其他机体了 来了来了 幸存者终于要开始寻找 并且契约各自的魂宠了 在结束了第一场试炼后 直视忽然咧嘴笑道 别一副要死的样子啊 乖孩子 把这五十句失败者丢到海里去 话音刚落 小嘎嘎们便开始满脸不情愿地 开始当起了搬运工 而周胜莫则有些恼怒道 我们不是只要训练就好了吗 这种活也让我们干 而婷语此时不断地发出呜呜的哭声 这场试炼显然将他吓得不轻 而楚慕则麻利地开始干活同时提醒道 别哭了 留点力气 还不知道那些人要怎么折腾我们 不多时 楚慕便和听雨排着失败者来到海边 同时开口道 丢远一点 就当作是海葬了 给他留点体面吧 待众人将试炼场清理干净后 直视便再次开口道 都清理完了 很好 其中一名直视在看到听雨后部有打击道 你看看你 这么伤心做什么 就因为这些人死了 你们才能活呀 这可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过家家游戏 而一名年长的直视忽然打断道 好了都安静 从明天开始 你们将可以在这个岛内自由活动 这个岛内有不少适合你们的魂宠 你们自己选择 你们要与他们签订魂约 然后在这个岛内训练他们 三个月后 让你们进行一场决斗 前十明的会送到另一个岛上 继续演魔训练 至于其他人 全都扔到海里为猎杀 而直视则面露疯狂提醒道 当然 你们最好别忽视了你们身体内的那个魔鬼 不快速提升你们自己的魂力 就会变成可怜的食物 滚回去你们的窝里去吧 为你们成功的活下来感到庆幸吧 只可惜 明天你们又要面临新的死亡挑战 另外 我再给你们一个中道 不要进入内岛区域 那里对你们来说就是死亡地带 在离开了试炼场后 楚慕不由疼的呲牙咧嘴的喃喃道 背上因为躲避疗狼 他伤得很严重 得赶快治疗 要是发脓了就糟了 然而就在这时 一盆冰冷无比的海水忽然朝着他泼洒来 随后周生莫就满脸讥讽地笑道 真是好运啊你 这样都没有死 其实啊 在营地里的那一角 我是在帮你 不然你得承受灵魂被白眼魔吞噬的痛 说完 周生莫便带着小嘎嘎离开道 小的慢 咱们走 让这位小哥等死吧 哈哈 而楚慕在进入房子后便暗暗在心中发誓 周生莫 我迟早要亲手干掉你 随后楚慕便马里地将身上的衣服脱出 可他却够不到自己的伤口 就在这时 听雨忽然来到屋内窃声声道 我来帮你吧 闻声 楚慕顿时一个机灵 是你啊 你怎么在这里 而听雨则没好气道 我被分配到这间屋子 以后我们就是室友了 我帮你涂上吧 为了早点治好伤口 楚慕便点了点头 他不禁暗暗警惕起来 三个月后只能活十个人 不能掉以轻心 这个女孩看似柔弱 若是他还留一手的话 为了减少竞争 很可能趁机干掉我 而听雨一边帮楚慕涂抹药膏一边开口道 我叫听雨 在海边是你帮了我吧 谢谢你 楚慕文言却头也不回的硬道 我只是顺手打了几只苍蝇吧 再说 你也帮了我 一笔勾销吧 在处理完伤口后 听雨忽然有些黯然道 我的轻眼魔成长很快 在十天后就可能成长为第三阶 我担心我的魂力不够供养他 自己的灵魂会被他吞掉 楚慕则麻利地开始穿上衣服严肃道 努力吧 不想死的话 他不由在心中暗倒 在这个岛屿上的实验体 大概所有人的眼魔都在第二阶左右 眼魔每提升一阶 食量就会增大 若是不及时提升魂力 弓体会因为自身魂力不足 供养眼魔而被活活吞噬了灵魂 而我体内的白眼魔 食量更是恐怖 就在这时 听雨忽然打断道 我感觉你好像一点也不担心 你是不是对自己很有把握呀 岛上那些等级高 资质好的魂宠应该是有限的 我们还是早点去俘获我们的战斗魂宠吧 如果得到一只残刺的魂宠 就算经过三个月的严格训练和培养 要想拿到前世名也很困难 所以 我打算待会儿就出发去寻找魂宠 而楚慕则头也不回地朝门口走去莫然道 祝你好运 听雨则有些愕然起来 怎么 你不打算和我一起吗 楚慕闻声这才停下脚步解释道 还是单独行动吧 你也不想因为碰见好的魂宠 而导致这个房间只有一个人住吧 听雨则有些担忧道 可是 不多些人配合的话 怎么击败一只魂宠 又怎么去俘获他 我一个人不行的 楚慕当即就面露严肃道 你应该也知道我们这是一个抢夺的圈子 与别人配合的话 除非你拥有像周生莫那样的身体素质优势 在组队的时候没人敢和他抢好的魂宠 没有的话 但凡有利益争夺 队伍之间肯定会出现伤亡 所以要想真正得到自己满意的魂宠 最好就是单独行动 可听雨却继续请求道 我觉得你是这个青眼魔岛为数不多的好人 我们可以合作 接下来的任务只会更加艰难 我们互相帮助的胜率会大一点 而楚慕却摇了摇头坚定道 我拒绝和你组队 我并不值得你相信 同理你也一样 好人是这个岛最不值钱的 我帮了你一次 不会承诺以后还会继续帮你 到了我们不得不决斗的一天 我也不会心慈手软 谢谢你的包扎 以后若是你受伤了 我也会帮你的 与其相信别人 不如自己变强 我们都加油吧 文生 听雨顿时就愣住了 他望着离去的楚慕不禁震惊道 自己变强吗 不多时 楚慕便孤身一人朝着岛内不断深入 而此时周生莫望着眼前的蟒腰却有些不满道 拦住这个蟒腰 别让他跑了 我要看看是不是适合做我的魂宠 而小嘎嘎则激动道 老大 您看不上的话 可以让给我 就在这时 楚慕却忽然从树林中走出 直接撞到了小嘎嘎的肩膀上 见楚慕居然直接无视自己 小嘎嘎顿时就急眼了 卧槽 你走路不长眼睛的呀 在看到楚慕前进的方向后 小嘎嘎连忙转身道 老大 他去的方向好像是内岛区域啊 只是不是说那边是死亡地带 不能随便进去吗 一听这话 周深莫顿时就发出一阵不屑的笑声 看来那小子已经彻底放弃了 是想找个好地方死掉吧 而楚慕却没有理会二人 他为了契约到更强的魂宠 让自己能在接下来的鄙视中活下去 毅然选择进入内岛来寻找 来了来了 男人终于要开始契约属于自己的魂宠了 在眼魔岛的内岛深处 生活着一只休闲的小青虫 而距离小青虫不远处的水池中 一只奴仆及一段四街的风属性魂宠青鸟 正在激情觅食 而在附近守株带兔的楚慕 见状立马就开始行动了起来 在他手中的短刀砍断绳索之际 一只巨大的牢王猛然拍出 直接将那只青鸟给网住了 望着被自己抓住的青鸟 楚慕不禁暗暗隔一起来 青鸟在同阶段中先有对手 有了他 下场淘汰赛便有了必胜的把握 当即楚慕便迅速抬手 直接对着青鸟开始施掌魂约 当即楚慕就大喝一声 第四魂约 福祸 顿时一道隐晦的光芒就从他手中浮现 迅速朝着青鸟蔓延而去 而被魂约束缚的青鸟 立马就爆发出一声愤怒的提名 企图挣脱魂约的束缚 下一刻 青鸟猛然扇动翅膀 使出了技能狂风 企图用狂暴的旋风打断楚慕的魂约 而楚慕却用身体硬抗住狂风 他知道只要魂约和魂环彻底结合 便代表着福祸成功 胆受着澎湃的锋利 楚慕不禁暗暗得意道 没想到这狂风这么强 也好 到时候比赛获胜的几率更大 然而就在这时 一只小青虫忽然啪的一声 直接砸在楚慕的脸上 当即楚慕就抓起小青虫恼怒道 你一只小虫子 怎么吃得这么肥 此话一出 小青虫顿时就怒了 他立马恼怒的盯着楚慕 紧接着就想起扑斥一声 一团丝网就从小青虫的嘴中喷出 直接粘在楚慕的脸上 顿时楚慕的眼睛就感觉一片模糊 视野完全被虫丝给遮蔽了 在他想要扯掉这些虫丝时 却发现这该死的虫丝居然扯不掉 视野受到阻碍的楚慕 完全没办法专心注入魂力 而魂环也会因此导致崩坏 与此同时 青鸟身上那金色的魂环 已经隐约出现了破损的迹象 再也没办法将它束缚住了 而架势不捞网的树枝 也在这时开始咔嚓作响 眼看就要断裂了 楚慕望着不断挣扎的青鸟 顿时就按道糟糕 卧槽快要被挣脱了 下一刻 一声愤怒的提鸣猛然响起 狂风再次袭颈而来 楚慕立马就被这股锋利给吹飞了起来 而楚慕却不甘心就此失败 倒飞在空中的他连忙凝聚魂力 想要强行契约 可束缚着青鸟的捞网和魂环 在这时已经被彻底撕碎了 望着恢复自由 并且在半空中不断乱甩狂风的青鸟 楚慕知道这次复获算是彻底失败了 楚慕不由紧咬牙关在心中暗道 轻鸟狡猾 一次失败 便在无复获的可能 顿时楚慕就恼怒地望着想要开溜的小青鸟 随后楚慕就一把将它提起没好气道 说 你准备怎么补偿我 话音刚落 小青鸟立马就开始叽叽怪叫了起来 楚慕不禁没好气道 你这是在做什么 望着不断扭来扭曲且不断比划的小青鸟 楚慕立马开口道 别以为你装可爱我就买账 就在这时 小青鸟忽然流下了两行泪水 楚慕不由一愣 怎么还哭起来了 可下一秒 楚慕身后忽然传出碰的一声巨响 它立马就感觉到一阵极为沉重的震动感 顿感不妙的楚慕连忙朝身后瞥了一眼 只见一只粉色的巨型浑虫已然来到了它的身后 就在这时 一条彩色的巨尾忽然在森林中扫过 被触碰的树木瞬间就被拦腰砸断 望着那棵轰然倒地的大树 尾巴似鱼的浑虫 这正是曼迪怪 来了来了 可以一遍进化的小狐狸终于登场了 就在刚刚 楚慕意外遭遇到了一段九阶的曼迪兽 望着狂暴的曼迪兽 楚慕连忙把腿就跑 还知道九阶的浑虫可不是吃素的 不过让楚慕感到奇怪的是 曼迪怪的性情最为温厚 怎么会无缘故的就暴走 然而就在这时 楚慕眼尖的发现正紧紧抓住曼迪兽尾巴的火晕壶 顿时楚慕就暗暗震惊了起来 这种被拿来过家家的小宠物 哪来的胆子敢招惹曼迪怪 下一刻 曼迪怪忽然迅速一甩尾巴 直接将火云狐给抱甩了出去 楚慕立马就发现了异状 蓝眼睛本该是蓝星狐的特征 难道说这只火云狐是混血吗 楚慕望着眼前的火云狐 立马就心动了 混血可是稀有魂虫 可曼迪怪就在眼前 要怎么救它呢 下一秒 楚慕就发现正牢牢抓住自己衣领的小青虫 当即楚慕就伸手将它给抓了起来 然后用小青虫瞄准曼迪怪的眼睛处 随后楚慕猛地大声命令道 给我吐它的眼睛 不然把你丢进曼迪怪的嘴里 为了保命 小青虫立马就喷出一大团虫丝 直接粘在了曼迪怪的眼睛处 趁着曼迪怪在清除虫丝的间隙 楚慕连忙抓起火云狐想要逃走 然后将它给契约下来 楚慕不由边跑边暗暗激动道 这浑血而属于一变浑宠 论稀有程度和资质 都可名列前三 然而还没等楚慕跑出多远 火云狐忽然猛地朝它挥出一爪子 见火云狐不想离开 楚慕立马就急眼了 别动 你和它再打下去 死的只会是你 可火云狐却不断地张牙舞爪 并发出阵阵不满的嘶吼 显然并不想离开 当即楚慕就朝着曼迪怪的尾巴看去 它立马就发现尾巴上卡着的一朵小花 楚慕连忙定睛望去 它顿时就明白了过来 那是凤冷花 旋即楚慕就没好气地开口道 笨狐狸 那凤冷花是月光湖的修行资源 你拿了也没用啊 可下一秒 小狐狸就猛地震开楚慕的手 嗖的一声再次朝着凤冷花飞扑而去 顿时楚慕就不由惊呼出声 笨狐狸 我都说了怎么不听劝 眼下这只一变狐 是楚慕唯一的晋级希望 它绝对不能丢失 当即它就连忙跟上狐狸的脚步 很快 火云狐就飞速扑到了凤冷花的跟前 而曼迪怪还在忙着处理眼前的那堆虫丝 下一刻 火云狐就猛地一跃而起 朝着凤冷花飞扑而去 就在这时 曼迪怪刚好将虫丝给扯掉 正好看到扑面而来的火云狐 见此情景 楚慕顿时就愣住了 它立马生起一丝不妙的预感 而曼迪怪望着 竟然敢对自己使出撕裂爪的火云狐 当即就瞳孔一缩 紧接着曼迪怪就迅速张开锯子 紫色的雷电迅速开始凝聚蓄力 见火云狐居然如此莽撞 楚慕顿时就急得直咬牙关 他知道自己必须要帮它一把 下一刻 飞扑到曼迪怪跟前的火云狐 望着那张开始迸发光芒的锯子 立马就愣住了 紧接着一阵轰鸣猛然传出 一束紫雷光束瞬间击射而出 朝着火云狐射去 紧接着就响起啪啦的一声 紫雷轰然落地 直接将地面砸出一个小坑 望着黑乎乎的小坑 楚慕不禁黯然道 总归还是赶不上嘛 然而就在这时 曼迪怪身上忽然落下一道火红色的身影 正是火云狐 见此情景 楚慕不由暗松了口气 好险 幸好在曼迪怪出招前找到十块档踏板 以笨狐狸在半空的状态下 没有落脚点是无法躲开曼迪怪的雷波 当即楚慕就连忙跑到了曼迪怪的尾部后面 暗暗计划道 只要奔狐狸踩到花 就在用一次重撕 可曼迪怪在看到了楚慕的身影后 立马就呲牙咧嘴再次开始蓄力 望着浑身开始迸发雷光的曼迪兽 楚慕不由暗道不妙 曼迪怪暴怒了 这是释放雷暴的前兆 就在火云狐准备拿到凤朗花之际 楚慕忽然大喊了起来 快躲开 见火云狐完全不理会自己的喊叫 楚慕知道要来不及了 要是被雷暴击中火云狐肯定要当场隐命 他连忙一月而起 想要将火云狐给抱走 下一刻 楚慕就迅速抱住火云狐 然后迅速远离曼迪怪 紧接着曼迪怪就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嘶吼 逼到恐怖的子雷在他身上猛然爆发 四周瞬间就被狂暴的子雷包裹 在结束了雷暴技能之后 曼迪怪连忙开始东张西望来回确认 在确认附近已经没有那只凡人的狐狸后 曼迪怪迅速恢复了神清气爽的状态 随后曼迪怪便心情愉悦地迈出离开的步伐 只留下被雷暴肆虐过的坑坑洼洼 而那朵凤朗花 待经过雷暴的洗礼后 已然暴废了 望着化为灰烬的凤朗花 小狐狸立马就发出一阵绝望的鸣叫 拳击楚慕就一把抓住小狐狸大喊道 好了别叫了 要不是我反应快 带你躲远点 只不定现在我俩也化成灰了 紧接着楚慕就从身上掏出一片凤朗花的花瓣 顿时小狐狸就眉开眼笑了起来 而楚慕则忽然呵笑道 刚刚就你时顺便摘的 如何 见楚慕这么关爱自己 小狐狸立马就露出一副感动的表情 紧接着他就迫不及待地朝着凤朗花一口咬了下去 在吞服了凤朗花后 浑身赤红的火云狐忽然摇身一变 净化成了月光狐 楚慕立马就惊呼出声 这是二次一变 来了来了 楚慕终于顺利契约到可以连续一变的小狐狸了 就在刚刚 火云狐在吃掉了凤朗花瓣后 居然进行了一变 望着正在吸收凤朗花进行一变的小狐狸 楚慕不由心头一震 这是二次一变 从低等火云狐 一变成高等月光狐 难不成这小家伙拥有可以无限一变的潜力吗 一想到这 楚慕顿时喜上眉梢 他连忙打开魂约开口道 可我签订契约吧 但我们一起变强 温生月光狐立即用那双美丽的眼睛注视着楚慕 魂宠和人类一样 有自己的思维 有自己的情绪 他没有任何抗拒 直接来到楚慕跟前 紧接着淡蓝色的魂约光环开始慢慢的缩近 因为月光狐没有抵抗意识 魂约很顺利的印在他的灵魂上 很快淡蓝色的魂约光环就融入到了这小月光狐的身体之中 化为了只属于楚慕的灵魂印记 烙印在月光狐的灵魂之中 最终顺利签订契约 而楚慕也将小狐狸命名为墨野 在楚慕回到了营地后 里面的小嘎嘎立马就发出阵阵的狂笑之声 其中一人更是指着楚慕阴阳怪气道 楚慕 你什么时候变成那种贵家大小姐了 一旁的小嘎嘎也连忙附和道 抓这种娘们兮兮的宠物出来丢人 你也不怕被人笑掉大牙 而楚慕没有理会小嘎嘎的叫嚣 他望着自信满满的周生末 不禁暗暗嘀咕道 他肯定是俘获了某类高阶魂宠 一想到这 楚慕不由眉头一紧在心中暗道 我得做好防备才行 就在这时 听雨忽然挤出人群走到楚慕跟前激动的 楚慕 你终于回来了 我就知道你不会有事 楚慕在看到听雨后部又暗暗震惊起来 听雨 怎么几天不见 感觉他变漂亮了 是我的错觉吗 见楚慕傻棱在原地 听雨连忙一把抓住他的手激动的 跟我走 给你看看我俘获的宝贝 我可是花了好大力气才俘获的 而望着二人有说有笑离开的周生末 顿时就满脸阴霾的盯着楚慕 随后周生末便开口示意道 把张罗给我叫来 在回到了宿舍之后 听雨立马就将末爷给抱起赞叹道 你叫末爷吗 好可爱啊 而楚慕望着听雨的契约魂宠赐龟花妖 也不惊讶一道 你的赐龟花妖也很不错呀 楚慕知道花妖擅长控制位 若是在淘汰赛中遇上 应该会很难缠 而听雨见楚慕居然夸赞自己 立马笑眯眯的应道 那自然 他现在就已经四街了 你别看他现在这样 他比岛上任何一个奴隶的魂虫都要强 这就叫赢在起跑线上 楚慕文言不由暗暗嘀咕起来 花妖有让主人容貌变美 和体质提升的附加作用 怪不得他看起来和之前不一样了 就在这时 听雨忽然出声打断道 楚慕 我现在变强了 为了增加晋级的概率 要不要和我结盟啊 还没等楚慕开口 他的衣领内忽然出现琢琢的声响 只见那只古怪的小青虫 忽然从他的衣服中冒出头来 顿时听雨就脸色一变大喊了起来 啊 有虫子啊 当即听雨就连忙带着刺龟花 遥远离楚慕同时大喊道 楚慕快把他扔掉 这玩意会把床啃他的 可小青虫却没有想走的意思 直接蜷缩在楚慕衣服上一动不动 就在这时 听雨忽然发出一声惊呼 楚慕快来 墨爷的腿受伤了 楚慕在看到伤口后立马心头一震 看痕迹 应该是在净灵时被雷暴波及所伤的 而听雨则一脸焦急地催促道 快把小家伙收进你的魂宠空间 这对魂宠的治疗有奇效 当即楚慕就连忙打开魂宠空间 暗暗自责了起来 是我疏忽了 忘记检查他的伤口 任何不经意的伤口 都有可能影响比赛的胜负关键 随着楚慕的魂力输出 一个诺大的印记猛然凭空浮现 这正是魂宠空间 是容纳魂宠的地方 有帮助魂宠自愈的奇效 随后楚慕便带着听雨 进入到了魂宠空间当中 紧接着一股淡蓝色的光辉 就将墨爷给包裹了起来 然后迅速将它给吸收了进去 很快 墨爷就朝着其中一道 空空如也的空间之门快速飞去 在墨爷进入了空间之后 楚慕便直接转身道 好了 我们走吧 而听雨则指着半空中的席位亚一道 楚慕 你还有别的魂宠吗 楚慕纹身立马停下脚步回应道 有 是我被抓进眼魔岛之前 母亲送我的礼物 顿时听雨就羡慕了起来 那你母亲对你真好 可为什么这上面没有显示她的样子 不过楚慕却没有解释 而是望着那个空空如也的位置 陷入了沉默当中 就在这时 小青虫忽然发出嘶嘶的声响 楚慕知道这是虫系魂兽 感知到危险时做出的应急反应 与此同时 楚慕的宿舍门口 一名小嘎嘎忽然一脚将大门踹开大喊道 叫楚慕的 给我滚出来 当即楚慕就连忙带着听雨 从魂宠空间中退了出来 随后楚慕便大手一挥 将听雨挡在身后冷声道 你是谁 来做什么 而小嘎嘎却挑眉名笑道 我都不认了吗 记好了 你爷爷我姓张明洛 闻声 听雨连忙小声提醒道 这人我在周深莫身边见过 两人好像挺熟的 见楚慕莫不作声 张洛立马宁笑道 别紧张 我不是来找麻烦的 在召唤出自己的魂宠十足无功后 张洛便再次开口道 这趟我来 是要和你来一场光明正大的决斗的 男人刚回到营币 就遇到前来找他决斗的小嘎嘎 见楚慕莫不作声 张洛立马冷笑地看了一眼楚慕 这场决斗 你不会拒绝的吧 此话一出 听雨顿时就怒了 你个臭不要脸的 你是故意找茬的吧 你的十足无功都上二阶了 和一只一阶的月光胡下战书 你好意思吗 可张洛却忽然在身上开始摸索淡笑道 高风险往往有高回报 在掏出一枚红色的金石后 张洛便明笑道 这是三阶的兽气魂盒 你可要想清楚了 这样的魂盒 很适合你的魂宠吧 只要你能打赢我 这颗兽气魂盒就归你所有 说完 张洛便转身摆手道 两日后山岩洞 来不来随你的便 在张洛离开后 听雨不由关切道 楚慕你打算怎么办 他的魂宠比你的厉害太多了 莫言还很弱小 打不过的呀 可楚慕却坚决表示要迎战 闻言 听雨的脸色立马就难看了起来 周深莫之所以会找你的麻烦 或许是因为我 在你没回来的时候 他们曾想拉拢我 我拒绝了 楚慕则摇了摇头道 我本就和他不对付 没有你 他们照样回来恶心我 你的顾虑我也考虑过 受系魂和对墨爷的晋升 有很大的助力 我不想错过 而且后面的竞争更残酷 战斗力的提升至关重要 更何况 我还有两天的时间来训练他 我对他有信心 见楚慕心意已决 听雨连忙开口道 那你好好努力 有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 而楚慕则看了看小青虫 暗暗决定道 这小家伙有感知危险的能力 留着或许能排上用场 而后楚慕为了提升 墨爷的战斗力 便开始让他不断 对着树木练习撕裂爪 可在练习了整整78次后 却只是将树木的表层给挂掉 望着树上的痕迹 楚慕不由叹息道 不行 攻击力还是不够 一想到那只二阶的十足蜈蚣 楚慕顿时压力陡增 墨爷的爪子 只有一阶的攻击力 就连普通的防御皮 都攻克不了 更别提二阶的十足蜈蚣了 一旁的墨爷似乎也察觉到楚慕的想法 开始发出振振可怜的名叫 不过楚慕却没有灰心 他选急就转身安慰道 你已经很努力了 今天的训练就到这儿吧 可墨爷却并不打算停手 直接身形一跃 再次对着树干开始疯狂甩出撕裂爪 就在这时 听雨忽然提着一篮子馒头打断道 楚慕开饭了 顾着训练肯定没去抢饭吧 楚慕见状连忙回应道 谢谢 辛苦了 听雨则摇了摇头道 因为开放契约魂宠 现在抢饭变得容易多了 就在楚慕低头朝着篮子看去时 听雨的脸色忽然就红了起来 望着那个吃掉一半的馒头 听雨连忙解释道 我饭量大 一时没忍住 可楚慕却毫不在意的边吃边暗暗嘀咕道 奴隶赢的吃时向来都是靠抢的 听雨能抢下这些 肯定费了很大功夫 不能浪费 而听雨望着疯狂练习的墨爷不由开口道 看来今天的训练情况不是很理想啊 楚慕却毫不在意道 墨爷的爪子还在出七 想要打赢还需要想想其他办法 墨爷还有其他技能可以用 比如楚莲和魅惑 见听雨一脸疑惑的样子 楚慕便开口解释道 楚莲是月光湖特有的伪装技能 通过伪装出楚楚可怜的模样 削弱敌方的战斗意志 而魅惑则是幻术 能够暂时迷惑敌方的心智 以便于用来偷袭 或者让对方感到懈怠 给予对方一击毙命 听完楚慕的解释后 听雨忽然心头一洗凑到楚慕跟前激动道 太好了 墨爷的胜算增加了 可因为听雨凑得实在太近了 二人之间的气氛瞬间就变得微妙起来 然而就在这时 树慕轰倒的声音忽然将二人给打断 经过墨爷的不见断灰卡 终于将树慕给砍倒了 望着墨爷受伤的爪子 楚慕立马激动道 墨爷的爪子好像越来越锋利了 顿时楚慕就不禁暗暗骇然了起来 不愧是一变形魂宠 越是逼入绝境 反而对晋升越有奇效 我记得墨爷一变成月光湖之前 吃过凤冷花的花瓣 那是不是就代表着 资源的药效对一变形魂宠会翻倍增长 或许这就是让墨爷一变晋升的原因之一 一想到这 楚慕立马抓住听雨的手开口道 听雨 问你件事 你知道哪里有可以让魂宠吃的修行资源吗 而听雨则有些迷糊道 我记得岛上有片也要灵 或许能帮助墨爷在短时间内快速成长 见楚慕一心为了让墨爷变强 听雨不由开口道 以这个主人对你还真不错 很快 一天的时间变过去了 转眼就到了夜晚 而楚慕则将好不容易采摘到的凤冷花 开始不断敲击了起来 墨爷一嗅到凤冷花的味道顿时就激动了起来 听雨则被楚慕弄出来的动静给惊醒了 他不由疑惑道 大半夜的叮当响 在忙活什么呢 楚慕在研磨完后便一边喂给墨爷一边解释道 我去了趟也要灵 收集些凤冷花捣碎喂给墨爷 见墨爷居然将一碗凤冷花吃光光 听雨不由骇然道 你怎么喂这么多 这也不是能随便吃的 话音刚落 刚吃完凤冷花的墨爷立马就神情一致 呆愣在了原地 听雨见状顿时有些不安道 小墨爷怎么了 可下一刻 墨爷却忽然发出一阵鸣叫 爪子显然已经变得更为修长且锋利了 男人仅仅只是给刚契约的小狐狸整了一碗药材 却直接让小狐狸的利爪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两天时间转瞬即逝 在楚墨来到决斗地点后 张洛不由打去道 楚大小姐 我还以为你不敢来了呢 而楚墨却脸色凝重道 你说过是魂宠决斗 而不是魂宠师也要一起战斗的吧 张洛当即哈哈一笑道 当然 他们只是观看我们比赛 楚墨健壮不由暗暗嘀咕起来 周深墨倒是没来 是觉得我必输无疑 没有来看的必要吗 在一旁观战的几人当即冷笑道 楚墨兄弟 大可不必如此戒备 就算出了什么事 我们也不会出手的 不过他却在心中补了一句 但魂宠的话就不好说了 随后张洛便将魂盒拿出开口道 瞧不起谁呢 看好了 东西放着 谁赢谁拿走 而一旁的小嘎嘎则疑惑道 唐显哥 这楚墨还真只带个月光壶来了 该不会有诈吧 一旁的胖子也附和起来 是啊 他不是能召唤眼魔吗 唐显则捏了捏下巴开口道 不会 以他目前的魂力 召唤一次眼魔已是极限 不过按照我对楚墨的了解 带之一接月光壶来迎战 的确太草率了 难不成这小子还有后手吗 就在这时 迫不及待的张洛 立即面起了自己的魂约咒语 淡淡的赤红色光芒迅速泛起 缓缓地在地上形成了 直径约两米的魂约图案 在图案闪烁起一道光幕之后 暗褐色的十足蜈蚣赫然地 出现在了图案之上 见此情景 楚墨不由暗暗嘀咕道 上回不是露面了吗 现在还特地召唤出来 浪费魂力 想不通啊 而想要快速解决这场战斗的张洛 迅速指挥十足蜈蚣 对墨也使出扫尾技能 顿时十足蜈蚣整个身躯 就像一块铁链一般 在移动过程中 猛地甩出尾前 狠狠地朝着墨也拍去 不过墨也拥有 比十足蜈蚣更迅捷的速度 在躲开之后 十足蜈蚣立即开始环绕游走 但十足蜈蚣的攻势还没结束 他迅速对着墨也使出了技能认双重 可却依旧被墨也给轻松躲开 紧接着墨也那锋利的爪子猛然伸出 迅速轰击在十足蜈蚣的身体上 不过墨也的爪子就像磨在了金属上一般 这一击显然是没有破开十足蜈蚣的防御 唐显剑撞立即就暗暗得意起来 想攻克十足蜈蚣的硬甲 至少也要连击50下 但那一只狐狸目前的灵活度 是绝不可能做到的 就在这时 楚慕忽然大喝一声 墨也 攻击他的下腹 避开防御点 可就在墨也进攻之时 十足蜈蚣却猛地弹起身 头颅往下 竟然瞬间钻入了地面 在地上留下了一个深坑 顿时张洛就得意道 早料到你会这么做 我已经让铁星施展遁地了 一旁的小嘎嘎也不由拍手叫好 漂亮 重细魂兽最是擅长偷袭 要是躲不开便能把对手一击致命 楚大小姐 快让你的魂虫跑起来啊 再不跑可就来不及了 闻声 楚慕立马就气得握紧拳头 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 就在这时 楚慕却感觉到小青虫正在剧烈颤抖 说明有危险在逼近 楚慕知道现在乱跑 只会将空隙暴露给对手 所以这时候绝对不能煽动 随后张洛就忽然嗅到一股十分清香的味道 顿时他就愣住了 紧接着张洛便陷入了失神的状态 开始吵吵妹走去 一堂的小嘎嘎健壮连忙大喝道 你在干什么 发什么疯 你不要命了 话音刚落 张洛立马就回过神来骇然道 刚刚好像有什么声音还有香味 想让我过去 闻声 唐显立马就反应了过来 他立即大喊道 张洛 有古怪 快拉开距离 可此时张洛显然已经被诡异的香气给控制住了 完全听不到唐显的喊叫 顿时唐显就急了 张洛 听到了没有 而张洛闻声不由满脸慌张的转身颤抖道 我好像指挥不了铁星了 男人在魂宠的比斗中 虽然没办法指挥自己的魂宠啊 在莫爷的魅惑技能影响下 整块区域的人和魂宠都受到了影响 张洛不禁暗暗骇然道 什么情况 我感觉好像哪里怪怪的 但又说不上 就在这时 十足蜈蚣忽然从地底钻出 张洛顿时就慌了 蠢货 你在干什么 什么情况 没有我的命令 铁星不可能自己出来的呀 而楚慕见状立马心头大喜 直接命令墨爷使出了撕裂爪 紧接着墨爷就迅速跃起 他的爪子森然伸出 身体下坠之时 猛地在空中划出两道交叉的 寒光轰击在十足蜈蚣的身上 见此情景 众人不由同时脸色大变 满脸不可思议地望着十足蜈蚣 只见寒光闪过 十足蜈蚣的身躯立即出现了弯折 巨大的蜈蚣头颅 竟直接被一爪子拍飞 见自己的魂宠被秒杀 张洛立即就发出一声痛苦的哀嚎 不 我的铁星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 他望着十足蜈蚣的伤口 不禁咆哮了起来 那破狐狸的一爪连八成威力都没有 怎么可能把铁星一击致命 一众小嘎嘎也不禁骇然道 我没看错吧 那蜈蚣怎么像是主动出来送死的 还有那撕裂爪 不像一剑月光湖的威力啊 唐显也不禁脸色难看地在心中暗道 楚慕用了什么招数 我们什么都没看清楚 我们当时的注意力都被分散了 一想到这 唐显不由望着楚慕暗暗决定道 之后的淘汰赛 楚慕必然是个祸害 得和周哥从长计议 顺利拿下决斗 楚慕不禁暗暗嘀咕道 好险 要不是刚刚用魅惑暂时迷惑了十足蜈蚣的心智 恐怕墨爷就有危险了 估计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墨爷虽然只有一阶 却已经被我调讯出二阶的爪子 我在魅惑技能之上 额外新增的招式 他们应该没看出来吧 见楚慕一脸得意的模样 胖子顿时就炸了 楚慕 你别得意的太早 可楚慕却默不作声 直接朝着他的位置走去 望着步步逼近的楚慕 胖子顿时就慌了 你过来干什么 别过来 见楚慕静止走到自己面前 胖子不由颤声道 我可没跟你约战 你别乱来 可楚慕却直接朝着那颗魂和走去 同时开口道 我来拿我应得的 你怕什么 然而就在这时 藏身与楚慕一领之内的小青虫 却忽然剧烈抖动了起来 与此同时 小嘎嘎忽然指着张洛亥然道 你们看 张洛好像不太对劲 只见张洛的脸色变得无比苍白 汗水不断地从他脸颊上滑落 整张脸更是因为痛苦几乎凝在了一起 唐贤猛然间醒悟过来 满脸惊恐地大喊道 不好 这是青眼魔 只见张洛身上不断飘出青色鬼燕 青影如同幽灵一般越来越明显 恐怖的青燕不断从张洛的身上狂涌而出 张洛立马就发出一阵痛苦的哀嚎 随后张洛的身体开始抽搐 身上的青筋血管爆起 青燕则越发浓郁 只是眨眼间 张洛的身体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干瘪下来 随后一阵诡异的嘶吼就猛然响起 青眼魔猛然破体而出 朝着众人凝视过去 见此情景 小嘎嘎顿时脸色大变 怎么会这样 张洛体内的青眼魔怎么突然出来了 唐显一眼就看破其中的奥妙 这只青眼魔已经成长到三肩 凭张洛目前的魂力 根本供不起他 一旁的小嘎嘎闻声顿时就骇然了起来 那张洛的灵魂岂不是要被眼魔榨干了 青眼魔一发作 执视者们便能够察觉得到 执视迅速赶到了现场 在张洛被榨干后 青眼魔变成了无主魂宠 两名执视者一到场立马就推开了挡路的楚慕 执视在来到张洛身旁后忽然大笑道 再等等 让眼魔把他的灵魂先吸干净吧 在青眼魔吞噬得差不多之后 执视便打开手中的瓶子 然后开始吟唱起灰色的皱纹 随着皱纹的吟唱 青眼魔迅速化作一道青芒 被执视手中的那个瓶子给吸了进去 在回收完毕后 执视立即指着众人大喝道 你们几个给我听好了 胆敢撕豆 等我上报给曹统领 有你们好果子吃 随后参与撕豆的众人 便被发配到茅厕中开始清扫 而唐显望着心不在焉的楚慕 不由暗暗嘀咕道 这家伙明明赢了决斗 怎么还这副表情 难不成是刚才被青眼魔吓破胆了吗 那也太耸了吧 而楚慕此时不由暗暗担忧了起来 那只青眼魔才不过三阶就已经如此恐怖 我体内的白眼魔很快也要三阶了 如果再这样下去 迟早会落得同样下场 甚至会更惨 想要活下去 为了赢下淘汰赛 更为了打败下广寒 我必须要变得更强才行 来了来了 一段六阶的墨爷居然要迎战八阶的炎怪 前不久 在结束了和张洛的对决后 这段时间里 墨爷每天都和听雨的魂宠刺龟花妖展开对练 不过拥有一段七阶十历的刺龟花妖 却怎么都不是一段六阶墨爷的对手 听雨不禁一边收回刺龟花妖一边嘀咕道 又输了 明明我的花妖要更高一阶 你的月光狐一施展其宠妹和楚言 我的魂宠就没有战斗欲望了 楚慕见状不由但笑道 他们只是刚好互相克制罢了 其实你的花妖没有几人可以对付 随后楚慕便再次开口道 对了 五天后就是淘汰日 和我说说其他人的魂宠吧 听雨文言当即美好气道 你这人就知道修炼和训练魂宠 完全不管外面的消息 这样迟早会吃亏的 可楚慕却笑咪咪的硬道 没关系 有你在 这下听雨也不好再说什么 只好美好气道 算你会说话 这一个月来呢 大部分人的魂宠都成功进阶了 其中唐显的钢牙 一段八阶 实力排行前五 风骨的岩石腰 一段八阶 实力也是排行前五 而现在公认最强的肯定是周生诺了 他的魂宠寥廊是八阶中最强的存在 楚慕文言不由眉头一紧在心中暗道 杏周的之前差点害我丧命 又折损了一个跟班 接下来肯定还会对我出手 见楚慕默不作声 听雨便哈哈一笑道 距离淘汰赛还有一周时间 我们快加紧训练吧 而楚慕却忽然起身开口道 你先自己练习 末爷的修行资源吃光了 我要去要灵一趟 见楚慕要离开 听雨连忙开口道 那遇到什么好东西 别忘了给我带一份 很快 楚慕就再也要临终忙碌到了晚上 这次搜集到的资源已经够吃几天了 就在这时 不远处却忽然传来沙沙的声音 显然是有人来了 只见不远处的人影忽然开口道 他们都进去大半天了 怎么没动静 而旁边的小嘎嘎却不急不躁道 等着吧 那燕尾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对付的 而楚慕连忙躲在树后 一脸警惕地望着不远处的二人 胖子风骨忽然再次开口道 真羡慕周哥 这么快就修炼到了九念魂徒了 还能得到第三只魂宠 一旁的小嘎嘎却没好气到 他想要的第三只魂宠可是九界燕尾 抓不抓得到还不一定呢 闻言 楚慕不由暗暗嘀咕道 魂宠是每多三念的魂力 就可以多福获一只魂宠 周生莫极有可能成为 岛上第一个拥有三只魂宠的人 就在这时 风骨忽然给了小嘎嘎一脚恼怒道 怎么说话的呢 这话要被周哥听到 有你苦头吃 小嘎嘎则有些担忧道 还有五天就是淘汰赛了 等周生莫在里面抓到燕尾 他是赢定了 可我们的命怎么办 风骨却一脸坚定道 周哥说过 等他抓到燕尾 就会把除我们之外的人全部干掉 到时我们自然就能晋级淘汰赛了 可小嘎嘎却对此并不相信 我才不信周生莫有那么好心 到时候生死一面 谁还顾得上谁 就在这时 一阵诡异的香气忽然飘到了二人的跟前 风骨健壮立马出声提醒道 别闻 这也有古怪 以前张洛和楚慕决斗的时候 这玩意一出现便让他的魂宠没了命 可就在这时 一道银色弧光猛然闪过 墨爷一爪子直接就将小嘎嘎给顺秒了 望着忽然出现的一人一胡 风骨顿时就骇然了 你怎么会在这里 而楚慕眼神漠然地冷声道 你们的算盘要落空了 当即风骨就连忙后退大喊道 你今天别想走出这里 然后开始召唤自己的第二魂约炎怪 炎怪的身高有成人高 形体四人 体格健壮 手臂一场粗狂 一出现迅速就朝着楚慕冲去 楚慕见状却丝毫不慌地冷声道 那就看看我们谁先被干掉 墨爷 撕裂爪 话音刚落 墨爷迅速迎着炎怪飞速袭去 透露着森森寒芒的撕裂爪瞬间挥出 银色的光芒一闪即逝 撕裂爪狠狠地坦在了炎怪的手臂之上 可炎怪的防御力是除了名的强悍 这一爪子只留下了两道浅浅的抓痕 见此情景 风骨立马大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我的炎怪防御力高达七尖 凭你这点攻击力也赶出来丢人现眼 紧接着风骨就猙獰的大吼一声 炎怪 使用崩裂技能 话音刚落 炎怪那由炎石构建而成的身躯 忽然迅速开始四分五裂开来 紧接着那些飞剑出来的碎石 迅速漂浮在墨爷的四周将它给包围起来 随着风骨的一声命令 炎怪 束缚 顿时那些飞剑的碎石就猛将墨爷给紧紧的包围起来 将它给控制住 这只小狐狸竟然和以防御力著名的炎怪正面运钢 可没想到不仅无法伤及炎怪分毫 还被对方的束缚技能给控制住 在使用了束缚技能后 风骨立马凝笑道 怎么样 这下还不把你的破狐狸碾成肉酱 渴望着一副全然无所谓的蜀木 风骨不由心头一突 当即风骨就命令炎怪分裂 顿时他就发现束缚技能却没有将墨爷给禁锢住 就在风骨愣神之际 墨爷的身影忽然从空中出现 当即风骨就命令炎怪将墨爷给拦下来 可炎怪的一拳下去 却直接贯穿了墨爷 只留下一抹残影 见此情景 楚目不禁美好气道 行了墨爷 别玩了 速战速决 话音刚落 银色的光芒一闪即逝 墨爷的速度瞬间增长 眨眼间就冲到了炎怪的跟前 可风骨健壮却丝毫不慌 蠢货 刚刚你连十拳都破不开 更何况是炎怪最坚硬的腹部 下一秒 忽然传出轰的一声 炎怪那坚硬的身躯 竟被墨爷一爪子给直接贯穿 见此情景 风骨不由双脚一软满脸不可置信道 怎么可能 一只六阶的月光湖 怎么可能攻破七阶的防御甲 而楚目文生当即缓缓地边走边开口道 这一个月 我无时无刻都在调讯魂宠 你真的以为墨爷只有六阶水平吗 文生 风骨的脸色立马骤变 刚刚那一爪 最少也有八阶的水平 甚至是九阶 当即风骨就连滚带爬的大喊起来 不行 我得赶紧告诉周哥 见风骨要逃 楚目立马命令道 墨爷去吧 别让他喊出声 在墨爷离开后 楚目便缓缓朝深处走去 同时在心中暗道 周生墨 下一个就是你 与此同时 树林深处 周生墨和九阶燕尾的战斗 也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燕尾的身躯形似一只凶悍的猎犬 尾巴却是燃烧着一簇熊熊的火焰 燕尾的级别并不逊色于辽郎 在辽郎和纲牙把燕尾包围起来后 周生墨立马命令道 仔细点 别让燕尾跑了 就在这时 周生墨忽然察觉到树林中传出的声响 当即周生墨就连忙转头警惕道 林子里好像有脚步声 而正在专心对付燕尾的堂显则没好气道 你听错了吧 外面还有人在守着 不会有人进来的 可周生墨还是不放心 他立即转头吩咐道 以防万一 罗晨你去附近看看 有任何风吹草动 立即回报 罗晨虽然心有不满 但也只好召唤出自己的魂宠在心中暗道 这大半夜的能有什么脚步声 总不能是闹鬼吧 但不满归不满 罗晨可不敢违逆周生墨 他连忙躲在恶鬼木妖的头上 开始巡逻了起来 在罗晨离开了周生墨之后 一道灵力的光芒忽然一闪而过 大感不妙的罗晨连忙大喊道 木妖 救我 话音刚落 饿鬼木妖头上的枝干 迅速开始纵横交错 完全将它给保护在其中 挡下了这一发袭击 望着枝干上留下的深深痕迹 罗晨不禁暗暗骇然起来 这一爪子只要再深一些 就能直接划破我的喉咙了 当即罗晨就怒了 他立马朝着四周大吼道 什么人 有本事就出来 楚慕也不躲藏 慢慢地从树后走出 目光冷漠地注视着 愤怒的罗晨冷声道 是要你命的人 在看到来者是楚慕之后 罗晨的脸色骤然大变了起来 与此同时 唐显的钢牙 正朝着燕尾发动自己的撕咬技能 燕尾以一敌二 根本就没办法抵抗住钢牙的袭击 这即撕咬 直接就将燕尾给咬成了重伤 他身上的火焰也逐渐开始熄灭 见此情景 唐显立马就激动地大笑道 终于赢了 而周生墨也不禁一脸兴奋地准备开始契约 同时在心中暗倒 接下来只要递结魂约 这只九戒燕尾就将彻底属于我了 男人正准备将进入虚弱状态的九戒燕尾契约 可却没想到森林中忽然传出同伴临死前的惨叫声 当即周生墨就按压下想要契约的心转身吩咐道 戒备 有脚步声 望着从森林中缓缓走出的楚慕 唐显顿时就惊呼出声 楚慕是你 唐显知道楚慕能出现在这里 就代表着自己的同伴已经遇害了 当即他就命令钢牙前去撕碎楚慕 面对飞扑而来的钢牙 楚慕只是站在原地命令墨也使出技能月影分身 顿时钢牙就迅速命中其中一道狐影 直接将其咬成了两弹 可让钢牙疑惑的是 嘴中的小狐狸却化作一道烟雾迅速消散 见此情景 唐显连忙出声大喝道 蠢货 看上面 只见墨也如离弦之剑 迅猛地窜出 那只利爪朝着钢牙的眼睛处狠狠地刺去 可钢牙很快就做出了反应 长长的牙齿猛然间朝着墨也的脖梗扑咬而去 顿时两只魂虫就狠狠地对轰起来 发出的刺耳嗡鸣 差点就将二人的耳膜给震破 这部队拼双方都没占到便宜 墨也迅速往后一跃拉开距离 紧接着墨也身上就开始释放出一阵诡异的气体 迅速弥漫全场 唐显间装立马就哈哈大笑起来 可笑 区区狐足的魅惑之术 怎么可能唬得住我八阶的钢牙 趁早下地狱吧 话音刚落 钢牙完全没有受到魅惑的影响 迅速朝着墨也发起了冲击 而墨也根本来不及闪躲 钢牙的獠牙就猛地咬下 直接咬住了他的身躯 见钢牙得手 唐显立马宁笑道 好样的 钢牙给我撕碎他 而楚慕却丝毫不慌 直接使出了魂迹宠魅 顿时墨也那双冷漠的银白色毛子 忽然绽放出了绚丽的光泽 宛如星辰映射 唯美至极 与此同时 唐显的钢牙忽然就呆愣住了 直接被魅惑技能给控制住了 见钢牙一动不动 唐显顿时就急眼了 怎么回事 钢牙快咬断到那畜生的脖子 而墨也也迅速做出反应 朝着钢牙的脖梗处伸出了力爪 下一秒 两道深深的血痕赫然出现在钢牙的要害部位 将被魅惑住的钢牙完全破开 直接将其鸟杀当场 唐显不由浑身颤抖的骇然道 钢牙被干掉了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失去障碍的楚慕 直接就走到唐显跟前冷声道 别担心 我马上送你去和他团聚 下一刻 墨爷的爪子迅速挥出 失去魂虫保护的唐显瞬间毙命当场 见此情景 原本一脸得意的周生墨顿时就怒了 楚慕 你根本就不是魂徒 是魂氏 只有达到魂氏水平 才有可能释放魂迹 楚慕当即冷冷地扶起了嘴角 你知道的太晚了 不过周生墨却没有慌张 直接命令巴结的辽郎来对付墨爷 冷静下来的周生墨立马就扶起一抹冷笑 是魂氏又怎样 别忘了 你体内还寄生着眼魔 释放一个魂祭已经是你的极限了 当即周生墨就冷笑一声大喝道 辽郎去 先把那畜生给我解决掉 男人的队友虽然被接连干翻 可却依旧胜券在握的命令魂宠发动进攻 顿时辽郎那双恐怖的眼睛迅速完全锁定了墨爷 净一米多长的身躯赫然地扑出 而楚慕也知道辽郎的攻击极为恐怖 在他的命令下 墨爷瞬间就使出了月影分身 可辽郎见状却没有慌乱 迅速锁定墨爷以及分身的位置 紧接着辽郎的爪子就连续滑出 爪刃交织撕裂空气 辽郎的攻击并不是那么容易闪躲的 整整六发爪刃 直接将半空中的墨爷和分身全部击溃 顿时墨爷的本体就被狂狼恶吸给命中 倒飞出数米的距离 见此情景 楚慕不由暗暗骇然起来 他的辽郎竟然能连击六下 当即周生墨就宁笑道 没想到吧 直视者们的辽郎最多只能施展四连击 我这宝贝可不是那些废物能比的 紧接着周生墨就再次命令道 这一次我看你怎么躲 辽郎给我撕碎他 而刚刚被轰飞的墨爷 连忙迅速起身 连抢一跃堪堪躲开了袭击 见辽郎已经将墨爷给压制住 周生墨立马得意倒 别停 继续攻击 把这小畜生耗到死 哪怕墨爷的速度再快 在频繁的攻击下 还是受到了不小的伤害 楚慕见状不由压力抖增 八戒辽郎的斗志最为强悍 再继续纠缠下去 墨爷就会被活活累死 必须尽快找到突破口 而楚慕知道 受戏魂宠最为薄弱的地方 一般都在下腹 只要能一击命中 就能反败为胜 当即他就命令墨爷去攻击下腹 当即墨爷就开始反复急跑 一个闪身就冲到了辽郎的跟前 紧接着墨爷的爪子 就迅速一扫而过 狠狠地轰击在辽郎的腹部之上 可这一爪子却没有对辽郎 造成任何伤害 连伤口都没有 趁着墨爷愣神的间隙 辽郎反手就是一爪子 再次将它给拍飞 顿时周生墨就哈哈大笑了起来 你的垃圾狐狸 爪子顶多也就是中期 可我的辽郎皮毛 早已经是后期防御水平 你这是在给他挠痒痒吗 楚慕见状不由眉头一挤 当初在训练墨爷时 单纯的爪击对目标没有任何作用 但在墨爷的坚持下 将无数次爪击的威力集合在一起 便能将目标轻易击败 当即楚慕就暗暗决定道 既然一次爪击不行 那就多是几次 直到把力量发挥到最强 与此同时 辽郎不断地追逐着墨爷 再一次将墨爷给压制住 而楚慕忽然出声命令道 墨爷不要后退 以弓带手 话音刚落 墨爷在躲闪的同时 再次抓住辽郎的空荡 迅速挥出自己的力爪 而周慎墨却丝毫不慌 与气不懈道 楚慕别挣扎了 你见过挠痒痒把人挠死的吗 可楚慕却不以为然道 能不能 试过才知道 与此同时 轻敌的辽郎并没有做出任何闪避 任由墨爷的爪子落到自己的头上 可下一秒 一道浅浅的血线忽然飙出 顿时周慎墨就不由惊呼出声 什么 这破狐狸竟然能伤到我的辽郎 炸了炸了 一直伪装实力的墨爷终于火力全开了 就在刚刚 墨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使出了连击将辽郎给划伤 见辽郎受伤 周慎墨不由惊呼出声 什么 这破狐狸居然打伤了辽郎 而墨爷在一击得手后 再次飞蹋而出 风驰电掣般疯狂出爪 眨眼间朝辽郎就是一顿连击 见月光湖的攻击速度越来越快 不断地发出连击 周慎墨顿时就感觉有点不妙 可墨爷的攻击速度实在太快了 片刻功夫就使出了两百连击 辽郎顿时就被狠狠地压制住 见此情景 周慎墨连忙大吼起来 蠢货 快给我反击啊 话音刚落 辽郎猛然间仰起了头颅 朝着茂林上空发出了一声震慑的狼笑之声 伴随着辽亮的狼笑 一阵庞然的能量猛然自辽郎体内迸发而出 而原本在疯狂连击的墨爷 也被狼笑的冲击给硬生生打断了 而使出狼笑技能的辽郎 显然耗费了不少体力 开始不断喘息来恢复体能 此时周慎墨已然气急败坏了 一只破狐狸竟然能发挥出这么强的实力 难怪楚慕当初会选择他 是我失散了 见周慎墨的脸色已经扭曲到了极点 楚慕不由冷笑道 能不能挠死人 你现在知道了吗 可周慎墨却冷哼道 你有什么可嚣张的 谁输谁赢 还不一定呢 楚慕见周慎墨没有怯场 立马再次开口道 是吗 那就让你彻底死心吧 话音刚落 楚慕手腕处忽然迸发出湛蓝色的魂力 紧接着墨爷的储帘状态就瞬间解除 墨爷九阶的姿态也在这时完全展露 强大的气息瞬间弥漫全场 周慎墨见状立马就慌乱了起来 九阶月光湖 之前的六阶气息原来全是假象 为了迷惑其他人 他居然让这只狐狸一只保持着楚连状态 周慎墨顿时就感觉到了死亡的威胁 这样一来 在比试开始之前 没有任何人能知道他的真正实力 好深沉的心机 与此同时 八阶的辽郎在感受到九阶的气息后 立即就被震慑的连连后退 可周慎墨知道这次是生死的搏杀 自己一定不能说 紧接着周慎墨就开始迅速催动魂力 新红色的魂力开始不断朝着辽郎涌去 顿时辽郎就再次发出一声狼笑之声 开始疯狂吸收魂力 甚至就连四周的血腥气息 也仿佛受到控制一般 竟然开始凝聚在辽郎的身体周围 楚慕见状不由皱起了眉 嗜血是辽郎的红血状态 周慎墨是准备孤注一掷了 紧接着辽郎就使出了暗夺技能 辽郎在嗜血之后 速度竟然增长了不少 一窜虚影寻思略过 只是眨眼间 就快速地抵达了墨爷的位置 爪子猛地朝着墨爷的脑袋拍去 不过墨爷的反应也很快 瞬间施展开月影分身 想要以此闪躲开辽郎的暴力的一击 感而就在这时 辽郎身上散发出的血气 却如触手伴钻入了墨爷的体内 顿时墨爷就感觉浑身一阵剧痛 发出了一道悲鸣的哀嚎 而月影分身技能也因此被打断 墨爷的本体直接摔倒在地 眼看墨爷要遇难 楚慕立即当机立断 朝着辽郎甩出自己防身用的匕首 而一心只顾着解决墨爷的 辽郎根本没有任何防备 直接就被匕首给刺中 已经失去理智的辽郎在受伤的刹那 立即就转身朝着楚慕发出一阵愤怒的狼吼 紧接着一道星红的残影迅速腾空而起 辽郎眨眼间就飞扑到了楚慕的头顶 楚慕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 只能抬起双手死死抵住辽郎的巨爪 见此情景 周生莫顿时大喜过望 哈哈哈哈 楚慕给我去死吧 与此同时 楚慕已经被辽郎给狠狠地按在地上摩擦 辽郎那张腥臭的森森巨嘴就要落下 而楚慕却死死地抵住辽郎的脖子 不断在心中按道 坚持 再坚持一下 男人居然在一头九尖魂兽身上 意外获得可以强化魂虫属性的魂金 就在刚刚 楚慕为了拯救墨爷 竟对辽郎甩出了刀子 而受伤的辽郎立即就将攻击目标 转移到了楚慕的身上 嗜血之后的辽郎变得非常恐怖 完全不给辽郎咬破自己喉咙的机会 就在这时 寒冷的夜风吹过 吹开了树叶 也吹开了云层 幽冷的月光洒落在树林之中 在看到月光之后 楚慕立马大喝一声 就是现在 墨爷 月光 与此同时 墨爷正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而幽冷的月光也倾洒在他的身上 在接触到月光的瞬间 他身上那些浅浅的伤口 竟然出现了一些治疗愈合的迹象 紧接着墨爷猛然抬起了头颅 幽冷的月光泄在了他银白色的身躯上 光辉就好像给他披上了一件华美的战甲 周深莫猛然地意识到什么 浑身竟然经不住颤抖 伤口竟然恢复了 糟了 是月光狐的种族技能月宁华 居然能在这个时候使用 他都算好了吗 一旦沐浴了月光 墨爷的各方面能力都会成福地提升 他立马朝辽郎使出了撕裂爪 而辽郎虽然在第一时间发现了异常 可却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 在月宁华的作用下 再一次将墨爷的速度提升到一个极致 银色的爪刃撕开了漆黑的叶 拖出了一条长长的冷芒 从辽郎的头颅位置划过 而原本还在奋力抵抗辽郎的楚慕 顿时就感觉身上的压力瞬间减轻 只见触目惊心的番茄将猛然喷洒而来 撕裂爪划过之处 辽郎的头颅竟然生生地与他的脖梗分裂 而周深莫惊恐无比地看着这一幕 一时间竟然忘记了逃走 片刻之后 周深莫猛然意识到自己死期将至 他顿时失魂落魄地朝着树林深处逃去 周深莫不禁边跑边在心中暗道 我不能死 陶大人答应过我 淘汰赛结束后就带我去演魔宫 到时候我就不是奴隶了 我要活着 必须活着 在奔跑了好一回之后 周深莫眼前忽然多出了两道身影 在看到直视的专属服装后 周深莫顿时心头一喜 是直视者 哈哈哈哈 我有救了 周深莫此时感觉自己能活下去 有直视者在 楚木肯定不敢杀自己 然而还没等他把救命两个字喊出来 莫爷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士从一旁杀出 直接贯穿了他的喉咙 而正在往森林深处走去的直视 也在这时猛然回头望去 随后男子忽然开口道 你刚刚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而女子却转身娇羞道 少吓唬我了 带人家到这种没人的地方 怪死了 眼魔岛内最强者周深莫 也在此刻陨落在了草地之中 而楚木也没闲着 再挖出了辽郎的魂盒后 不禁暗暗敌不倒 八阶的兽系魂盒 足够让莫爷的皮毛进阶到后期了 就在这时 莫爷也从林中月初 回到了楚木身旁 当他接近楚木的时候 又变回了那个无比温顺的小狐狸 楚木见莫爷这么快就解决了周深莫 不禁夸赞道 速度越来越快了 干得不错 随后楚木就将目光投向那只九阶燕尾的身上 望着已经没有气息的燕尾 楚木不由压一倒 看来这就是周深莫想要俘获的第三只魂宠 并可战死 也不想被那个畜生操控吗 一想到这 楚木不由摸了莫燕尾开口道 安心吧 我已经帮你报仇了 你的魂盒 我会好好使用的 谢谢你 然而在楚木将燕尾的魂盒挖出后 却忽然感到有些疑惑 奇怪 这魂盒好像有点不一样 只见这枚晶体在月光之下 闪烁起了一丝美丽的光晕 棕色的光晕和红色的光晕 两个隐隐约约的运环 缭绕在这魂盒晶体周围 楚木见状不由惊呼出声 这就是可以让魂宠进入下一个形态前 让魂宠属性发生定向改变和强化的魂晶吗 棕色和红色 这是一个受与火的双属性魂晶 这个男子意外获得了 可以帮助魂宠净化的受火双属性魂晶 楚木知道魂盒是需要长期喂养 才能使魂宠发生变化 但是魂晶可以最直接最显著的 让魂宠的属性增强 甚至可以改变魂宠的属性 和增加魂宠的一种属性 有了这块魂晶 就算墨爷是月光弧 也能使出火属性技能 楚木知道现在墨爷的进攻手段非常单一 妖灵技能只能干扰对方 进攻技能也仅仅只有撕裂爪 这应该是种族等级低的魂宠通病 楚木不禁升起了一丝期盼 墨爷是兽系和妖灵系的结合 拥有兽属性和妖灵属性 如果火属性能够成为墨爷的副属性 墨爷的战斗力绝对可以再提升一个层次 并且将来也很可能会让墨爷 往火焰属性的方向种族一变 见墨爷想要将魂晶给吃下 楚木顿时喝笑道 别急别急 直接吃是不行的 必须通过调讯才能发挥魂晶的作用 你现在受伤太严重了 必须等恢复过来之后 才能进行调讯 随后楚木变百了百魂晶安抚道 以后你的食物就主要以妖灵属性 受属性 火焰属性为主了 这个魂晶只是一级 以后我会找更多高级的双属性魂晶 就能够把你的天赋变得更强了 然而就在这时 楚木忽然感觉体内的魂力被快速地吸走 当即楚木就连忙起身 准备找个安静地进入到了静修的状态 与自己身体内的那个魔鬼做抗争 很快 楚木就来到了不远处的悬崖边 开始恢复魂力 冰冷的海风扑打而来 楚木强行闭着眼睛 进入到了静修的状态 只见一个若有若无的魔影阵笼罩着楚木的身体 不停地摄取着楚木体内的魂力 疯狂地瞬息 像一个饥饿的婴孩 更像一个贪婪的魔鬼 楚木脸色在此刻变得无比惨白 整个人显得异常的痛苦 他不禁破口大骂道 可恶 少为你一些魂力你能饿死啊 话音刚落 那股恐怖的吸力顿时骤减 楚木也缓缓恢复了过来 楚木健壮不由在心中暗骂道 白眼魔的食量很大 每两天都要喂养他一次 每一次喂养 几乎都耗尽我所有的魂力 我在使用魂技宠魅的时候 只消耗了四分之一的魂力 而白眼魔的一个周期的食量 却使我所有魂力的十分之九 而我的魂力从枯竭到完全恢复 正好是两天的时间 我现在和那个魔鬼 就保持着这可怕的生死平衡 只要我某天浪费了一点魂力 或者白眼魔某天再成长一个街 这个生死平衡就会被打破 感受着体内不断传出的躁动 楚木立马恼怒道 混蛋 给劳资安静点 顿时一阵尖锐的叫声再次响起 魔体就好像有一股精神之针 疯狂刺激着楚木的精神 噪耳的声音让楚木机遇发狂 他立即在痛苦之中愤怒地吼出一声 不让我专心进修 怎么给你魂力 而这一声愤吼 的确起了一定的效果 饥饿的白眼魔忽然安静下来 不再给楚木施加压力 在接近天亮的时候 楚木才将眼魔的这个饥饿周期给平息下去 随后楚木准备将墨爷召回魂宠空间休息 然后准备返回营地 因为这次连续战斗和眼魔的折磨 楚木突破到了三念魂式的境界 但白眼魔也同时提升了一阶 到达了九阶 在天亮的时候 楚木才慢慢地回到了营地之中 望着议论纷纷的小嘎嘎们 楚木不由暗暗嘀咕道 我自身的境界要比眼魔倒的那些魂宠是高出许多 只可惜白眼魔将我限制到与这些人同一水平 其他人的青眼魔养到第二形态的时候 就可以参加战斗了 不知道白眼魔要喂养到什么阶段才能战斗 就在这时 听雨忽然破门而入 楚木你回来了 一晚上没见到你啊 在看到楚木身上的伤口后 听雨不禁疑惑道 你怎么受伤了 而楚木却不以为然道 没什么 擦歇药就好了 听雨却直接夺过他手中的药膏 你坐下 我帮你吧 在得知楚木是在战斗时被一只魂宠偷袭受伤后 听雨不禁没好气道 你也真是够大胆 马上就要生死决战了 还敢去冒险 你的小墨爷还有战斗力吧 楚木只是点了点头没在说话 他知道现在墨爷已经没有多少战斗力了 如果没有特殊的回复药剂 至少要五天才能恢复到全胜状态 恢复以后立即进行魂精调讯 而魂精的能量释放 会让魂宠进入一个休眠期 这个休眠期会持续多久 他也不敢保证 一想到这 楚木不由压力陡增 现在当务之急是在这四天的时间里 尽快让墨爷恢复战斗力 比是得不到前十的话 我就会被淘汰 就在这时 听雨忽然有些压抑道 奇怪 外面怎么闹哄哄的 而门外的小嘎嘎们则不断议论道 据说是几个早起的 在茂林里发现了几具尸体 闻声 楚木不禁暗暗嘀咕道 那些人的尸体 这么快就被发现了吗 炸了炸了 眼魔岛内居然还隐藏着一名 拥有九阶魂宠的高手 在周深墨的死讯传遍全岛之际 浑然不知此事的岛主曹一 看着手中的资料忽然淡笑道 九念魂徒周深墨 一段巴结疗狼 这小子果然没令我失望 这么快就修炼到了九念魂徒 古雷和曾泽文言立马附和道 还不是多亏了曹统领教导友方 下大人要是知道曹统领为他培养了这么一个好苗子 肯定会把您提携到主岛的 文言 曹一不由暗暗窃喜道 这些年了 我曹一终于能摆脱这个鬼地方了 然而就在这时 小嘎嘎忽然破门而入道 大人不好了 有人在药零发现了周深墨的尸体 古雷和曾泽见状不由一愣 周深墨可是实力最强的奴隶 谁能杀得死他 而曹一的脸色已然铁青到了极点 把所有人集合 我要查清楚到底是谁干的 很快 岛内所有的奴隶全都集中在了一起 随后就传出曹一愤怒的声音 你们好大的胆子啊 以为这三个月没有对你们进行任何的管束 就可以无法无天了是吗 紧接着曹一就指着周深墨的尸体大吼一声 是谁杀的他们 一时间 年轻的魂宠师们都在相互张望 想知道究竟是什么人居然拥有如此大的能耐 而楚墨见事情败露 不禁在心中暗道不妙 虽然这么快就被发现了 而且还是岛主亲自问罪 这下麻烦了 一旁的听语则望向楚墨暗暗猜测起来 昨晚楚墨一夜未归 与周深墨结怨最深的也是他 难不成是他干的吗 见没人承认 曹一立马冷声道 没人承认是吧 把你们的魂宠全部召唤出来 一听这话 楚墨顿时就脸色一变 墨也连站一整晚 身上的伤口还没复原 要是被曹一看见了 干净把魂宠放出来 楚墨也没有办法 只好将重伤的墨也给召唤了 曹一一看到墨也 立马冷声之问道 你这废物狐狸受了不少伤吗 怎么弄的 楚墨文声连忙解释道 回曹统领 淘汰赛快到了 我昨晚再给他加训 而曹一却对这个解释并不满意 我记得月光虎有自愈的本事 什么训练能让他成这样 连自愈都来不及 当即楚墨就连忙开口道 我怕死 他的树荫决定着我的生死 严格一些是应该的 可曹一却对这个解释并不买账 谁能为你证明 就在这时 听雨忽然出声打断道 曹统领 我能证明 昨晚楚墨和我一块呢 我们昨晚不仅训练了魂宠 还摘了很多新鲜的修行资源 不信的话 你可以去我们房里搜 望着被执事带着的听雨 楚墨不禁暗暗庆幸道 好险 刚刚给听雨分了一半药草 幸好他反应够快 很快 执事者就拿着两分药材开口道 曹统领 那丫头没说谎 他们房里有两份一模一样的药草 而曹一在看到药草中的凤朗花之后 便再次开口道 我记得只有药林里才有凤朗花 难道说你们昨晚去了药林吗 听雨文言立马开口道 岛上修炼资源最多的地方就是药林 不去那还能去哪 楚墨文生不经心头一震 糟糕 听雨不知道周生末他们就是死在药林 曹一是在给他下套 而曹一在听到听雨承认 昨晚去了药林后 立马就震怒了起来 然而就在曹一准备发作之际 小嘎嘎忽然出声打断道 曹大人 快看那边 只见一条身长已经达到了近三米的巨蛇 被一名绿发少年给召唤了出来 这正是兽系毒系魂宠 奴仆及一段九阶的灵蛇 曹一在看到这头魂宠后不经疑惑道 这人什么来头 你们怎么都没提过他 小嘎嘎文声不由挠头道 他叫葛青 往日都是周生末在出风头 我也是头一次注意到奴隶中有这号人物 曹统领 这可是我们岛上第一只九阶魂宠 比七楚慕的月光湖 反而是这葛青更有可能杀死周生末他们 当即曹一就忽然转身道 时候不早了 都加紧回去训练吧 他知道一个月能训练出九阶魂宠的葛青 利用价值比周生末还要大 见曹一不再追究周生末等人的事情 楚慕不禁暗暗庆幸道 躲过一劫 可就在这时 曹一却忽然开口道 为了避免节外生枝 我决定把淘汰赛提前到明天 能不能活下来 你们就个平本事吧 听到这个消息 楚慕的脸色立刻就变了 他知道现在墨爷重伤的状态 只有一个晚上的时间 根本来不及恢复 来了来了 眼魔岛的最终生死之战终于开始了 一大早 知识者们便开始将所有的魂宠师们 召集在了当初那个体能训练的营地之中 一众年轻的魂宠师站在了赛场下 曹一则一脸冷漠地站在最高处居高临下道 你们这一届 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 我改变主意了 这一届只能晋级五人 你们之中 今日将会有五名强者摆脱努力的身份 正式成为眼魔宠的魂宠师 但被淘汰就意味着死亡 能不能活下来 全靠你们自己 随后曹一就朝一旁的执事示意到 开始吧 第一场比试很快就开始 有葛清对阵张飞生 葛清一走进赛场 立马就开始了魂约召唤 将那头九阶灵蛇给召唤了出来 一众女执事件状不经议论起来 她就是葛清 目前的奴隶名单里 救赎这丝还有点看透了 好多人说周生诺就是她杀死的 一条五 小狼军很是威武吗 楚慕剑状不由眉头威皱了起来 又是一个强敌 而张飞生浑身颤抖地 将自己的老鼠魂虫给召唤出来 葛清剑状立马就大笑了起来 他的魂虫竟然是只老鼠 这难道不是来喂宝灵蛇的吗 话音刚落 葛清的灵蛇立马发出一声愤怒的嘶吼 直接朝着张飞生的魂虫发起了进攻 顿时张飞生就跋身而起 从赛场上跳了出来 疯狂地朝着营地之外逃去 曹毅似乎早就料到 有人在得知必败无疑的情况下 会苟急跳墙 咒语一念 几乎瞬间就召唤出了一只庞大的狼形生物 三米长身躯的恐狼杀气腾腾地窜出 几乎瞬间就秒杀了试图逃跑的张飞生 楚慕剑状不由在心中暗道 能俘获这样的魂虫 说明曹毅也是一名魂士 而听雨则望着楚慕暗暗担心了起来 如果我遇上楚慕 也会是这样血腥收场吗 曹毅在宣布下一场之后 当即就在心中暗道 这葛青虽然资质出色 可却是个不显山不漏水的角色 不好拿捏呀 名叫红丹的女孩在得知自己的对手 竟是楚慕之后 立马就兴奋了起来 而听雨见状却只是在心中暗叹一声 傻孩子 你死定了 红丹在上场之后 立即就开始念起咒语 将自己的魂虫给召唤出来 直视者们见楚慕没有动静 立马就议论了起来 这楚慕怎么还不召唤魂虫 不会和张飞生一样也怕了吧 红丹也看出了楚慕的迟钝 脸上立刻浮起了笑容 看着慢慢从图案之中 显现出的魂虫青恋腰 他不由得意道 就让我送你上路吧 然而就在这时 霍空之声忽然响起 一道暗芒猛然间从楚慕袖中窜出 几乎成一条直线 直接飞向了红丹的脖梗 紧接着那只准备攻击楚慕的青恋腰 他脖子上的魂环忽然碎裂了开来 见此情景 直视者顿时就扼然了起来 怎么回事 魂环竟然自己碎了 也就是说红丹他被干掉了吗 只见红丹身体僵硬着 重重地倒在地上 显然被楚慕这一发偷袭给一击毙命 楚慕则眉头一紧道 不要怪我 真正优秀的魂虫师 是不会疏忽对自身的保护的 直视者见状不禁疑惑道 是楚慕干掉了红丹 但他没有召唤出魂虫战斗 能算他赢吗 而曹毅却忽然哈哈大笑了起来 这小子的狠劲 比我的恐狼更像野兽 倒有我年轻时候的风范 随后曹毅便宣布道 红丹愚蠢 这样的人入不了我眼魔宫 楚慕没错 而直视在宣布楚慕获胜后 不禁暗暗嘀咕道 努力中唯有葛青和一个手握八截魂虫的古风还算合格 如今还多了个楚慕这样一匹猎马 劳资虔诚指日可待啊 一众小嘎嘎见状不禁低声议论道 真没想到楚慕能赢 他之前不会一直都在伴住吃老虎吧 而楚慕却没有感到一丝喜悦 墨爷还在回福州 袭杀红丹只是为了争取疗伤的时间 希望墨爷能如期痊愈 听雨见楚慕下场 立马就开口道 恭喜你拿下首胜 楚慕则没好气道 你觉得我会陷入苦战吗 而听雨却忽然贴到他跟前开口道 如果下一轮你遇上我 你会如何 见楚慕目不作声 听雨忽然扑斥一笑 警戒着听雨就面露笑容转身道 如果真到了那个时候 我希望你全力以赴 而不远处的葛青此时正死死盯着二人 他望向楚慕的眼神中 已然充满了杀意 楚慕的举动的确让葛青很意外 他知道楚慕肯定会成为他的最大敌人 这个女子的魂宠居然在赛场上死灰复燃 并且还进化了一阶 前不久 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后 听雨已然被那种头顶悬刀的压迫感 给弄得喘不过气来 楚慕见状不惊讶一道 还没轮到你吗 听雨顿时就慌张了起来 快了快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顺序那么靠后 一说到这 听雨不禁担心了起来 说不定下午一开场就是了 楚慕见状连忙安慰道 放轻松 你的实力很强 进决赛不是问题 听雨见楚慕对自己那么有信心 顿时就安心了下来 可下一秒 灵蛇忽然朝着楚慕发起了偷袭 当即听雨就连忙带着楚慕躲开了袭击 只见毒液溅落的地方 不断地冒起阵阵浓烟 而葛青也来到楚慕跟前 发出一阵狂笑之声 随后葛青就面露疯狂道 楚慕 我们终于见面了 见葛青居然挑事 听雨立马就炸了 你发什么疯 决斗台下禁止私斗 小心我向直视者告发你 可葛青却直接无视听雨再次开口道 张洛是我表弟 你在众目睽睽之下害死他 让我这个做哥哥的好丢脸 随后葛青就无视楚慕的解释 直接转身道 我已经等不及看你跪地求饶的样子了 哈哈哈哈 很快 休息时间就结束了 第31场 听雨对战斐问 听雨在听到对手不是楚慕之后 顿时就松了口气 而楚慕见听雨要上台 立马就开口鼓励道 加油 我们看好你了 在双方都上台后 斐问立即迫不及待地 开始召唤自己的魂宠 随后一只赤红的小鸟 就被召唤了出来 朱沙雀 异系火属性魂宠 奴仆集一段期间 而听雨也召唤出了自己的魂宠 刺龟花妖属于木属性 刚好被火属性的朱沙雀克制 我仿佛已经看到了这场对决的结局 在对决开始后 刺龟花妖率先出手 直接使出了飞腾技能 而朱沙雀健壮却丝毫不慌 并没有进行任何闪躲 紧接着就传出啪的一声 两根藤条直接将朱沙雀给捆绑了起来 望着刺龟花妖藤条上冒起的紫色毒 诡问顿时就不屑地喝笑道 有毒又怎么样 朱沙雀只要引发自然 便能轻而易举地将毒素给化解 在摆脱了飞腾的束缚之后 朱沙雀立即使出火系攻击 技能活使进行反击 刺龟花妖身为木系魂宠 敏捷属性十分低下 根本没办法躲开这么密集的火语攻击 望着没有任何动静的婷语 楚慕不禁暗暗嘀咕了起来 刺龟花妖是木属性魂宠 完全可以断尾再生 婷语为何袖手旁观 而斐问剑婷语没有任何行动 立马就大笑道 蠢东西 连最基本的断尾逃生都不懂 是时候结束这场游戏了 毁灭吧 赤炎燎原 话音刚落 朱沙却立即爆发出一阵耀眼的光芒 四周的温度骤然暴涨 狂暴的火元素迅速在他身上开始凝聚 紧接着比武场就爆发出一阵嘹亮的轰鸣 赤炎燎原直接轰击在刺龟花妖的身上 只是眨眼间 刺龟花妖就被赤炎燎原给焚烧殆尽 致残留下一地的黑灰 见此情景 执事们不禁摇头道 死得只剩渣了 以火攻木 这本就是注定的结局 可听语却没有丝毫慌乱 反而浮起了一抹得意的微笑 紧接着赤龟花妖的残骸 就爆发出一阵熊熊的绿色火焰 开始迅速自燃了起来 楚木见状不由心头一阵 这火焰与猪沙却的自然不同 我竟然感受不到淡点温度 下一刻 在绿色火焰的焚烧下 原本矮小的赤龟花妖忽然变得高大了许多 缓缓从绿色火焰中走出 见此情景 执事者顿时震惊了 这是浴火重生 木属性魂宠万分之一概率的浴火重生 竟然发生在我眼前 我记得重生后 木属性魂宠不但会进阶一击 还会有长达三秒的浴火时间 与此同时 已经进阶到一段八阶的赤龟花妖猛地发出一阵嘶吼 粗大的藤条再次击射而出 浑身燃烧着绿燕的赤龟花妖 眨眼间就以迅雷不及眼耳之势 直接贯穿了朱砂雀 见胜局已定 婷宇立即得意一笑 三秒时间 足够了 眼魔岛的最终之战 末夜即将大战葛青的九阶灵蛇 就在刚刚 婷宇的赤龟花妖在比赛中涅槃重生 顺利地拿下了比赛 在获胜之后 婷宇立即就放松了下来 怎么样 我够帅了 楚木闻声不由夸赞到 这招浴火重生 的确让我大开眼界 婷宇立即喝笑道 多亏了你 要不是上次你给我带的资源 中有浴火药草 我也不会想到去调讯花妖的浴火属性 很快 剩下的比赛就宣告结束了 可剩下的却有六人 当即曹毅就开口宣布道 岛上的规矩只能活下五人 你们六人必须还得死一个 死的这个人 实在是不好选 话音刚落 葛青忽然走上那台开口道 我认为楚木才是应该被淘汰的第六人 曹毅文声当即眉头微皱道 一个奴隶也敢来决断我的选择 可葛青却凝笑道 小人惶恐 不过是想替大人分忧罢了 只要让我和楚木决斗一场 书赢自有决断 曹毅文言不禁看了看楚木在心中暗道 前有周生墨后有葛青 楚木这小子总能惹上大头 若是让他近击指不定会给我招来什么麻烦 不如就让葛青解决了他 曹毅再扫了一眼楚木 便开口问道 楚木你有什么意见 听语连忙低声劝道楚木不要答应 可楚木却暗暗思索了起来 虽然我不知道墨爷如今是什么水平 但只要没近身二段 对上九阶灵蛇就绝无必胜的可能 随后楚木便叹息道 看曹毅的样子 哪里还有容我拒绝的余地 在战斗中谁都没有必胜的把握 倘若因此就不迎战 那这场人间该有多无趣 紧接着楚木就深呼吸了一口气 浑身散发出杀意里难道 既然葛青找死 我就成全他 见楚木答应下来 曹毅立马就大笑了起来 那便以你们所言 上决斗台吧 在曹毅宣布比赛开始后 葛青立即就开始召唤出自己的魂宠灵蛇 在召唤出灵蛇后 葛青立马大笑了起来 楚木 若你现在愿意求饶 说不定我会留你一句全尸哦 而楚木则拿出一枚魂盒 为给墨爷同时冷声道 把你说话的力气省一省 留着逃跑吧 楚木从周深墨内夺来的兽戏魂盒 现在正好派上了用场 在墨爷服下魂盒后 皮毛防御立即就强化到了后期的水平 紧接着墨爷就开始快速奔足 直接朝着灵蛇的蛇身 使出了一记撕裂掌 顿时就响起坑的一声 墨爷的爪子与灵蛇的鳞片碰撞 竟然溅起了一串火光 不过这发技能非但没有给灵蛇造成伤害 还给了灵蛇近距离反击的机会 墨爷猝不及防 顿时就被灵蛇的锯嘴给狠狠地咬中了身躯 见墨爷被灵蛇给缠绕住 楚木顿时压力陡增 后期的防御皮毛竟然挡不住灵蛇小小的一击 楚木知道一旦被灵蛇缠住 下场就只有死 他连忙大喝一声 墨爷 月影分身 顿时墨爷娇小的身躯就开始爆发出能量 瞬间分身脱离了灵蛇的控制 紧接着墨爷就借助自己的速度优势 不断疯狂挥掌来限制灵蛇的行动 楚木深知墨爷在身体对抗上根本无法和灵蛇抗衡 眼下只有借助速度优势发起连击 才有机会攻破他的灵甲 而葛青望着墨爷在给自己的灵蛇挠痒痒 立马就大笑了起来 楚木 你这速度有点慢哦 闻声 楚木立马眉头一挑 冷静地吐出一句 墨爷提速 话音刚落 赛场上立即就卷起阵阵旋风 墨爷的快速奔足 让灵蛇根本无法捕捉到墨爷的身影 见此情景 葛青却依旧淡定地大笑道 速度上来了呀 这才像样吗 玄机葛青晨声道 那我就给你点奖励吧 灵蛇 见毒 话音刚落 灵蛇的身体猛然打开 口中立即喷出了青色的腐蚀毒液 顿时毒液就溅在了墨爷那毛茸茸的尾巴上 他的尾部绒毛像是被灼烧了一般 冒起了黑烟 并且迅速地扩散出了一块小范围的腐蚀伤口 见此情景 楚木不由脸色一变 现在是白天 墨爷无法借助月光自愈 这下麻烦了 而葛青健壮立即得意起来 现在还只是热身 你就已经坚持不住了吗 向我求饶吧 我已经等不及了 楚木闻声顿时就一脸恼怒的大喝道 吵死了 墨爷 去撕烂他的嘴 话音刚落 身形矫健的墨爷便迅速开始冲刺 连续几个轻盈的跳跃 瞬间就绕开了灵蛇 墨爷的速度极快无比 眼看就要冲到葛青跟前了 可葛青健壮却丝毫不慌 反而露出了一抹得意的笑容 宝贝 给我吃了它 只见灵蛇如同一柄箭矢迅速地飞出 那张血盆大口豁然张开 在他扑出的这一刻 黑色的邪气竟然拟化了灵蛇的血盆大口 而正在飞速冲刺的墨爷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飞向那张血盆大口 这只一段巅峰的月光湖 终于在比赛中展现自己的真正实力了 就在刚刚 灵蛇在葛青的示意下 对发起突袭的墨爷反手就使出了恶势技能 在看到灵蛇施展出恶势技能后 听雨立马就慌了 一旦被灵蛇吞灭 再强大的魂宠都绝无生还的可能 可楚慕见状却丝毫不慌 只是缓缓吐出一句 墨爷 解除楚莲 话音刚落 准备落入蛇口的墨爷忽然猛地迸发出一阵耀眼的光芒 顿时一股强大的威压瞬间席卷全场 墨爷的真正实力此时终于展露无遗 此时墨爷的身躯瞬间爆炸 金灿灿的光幕笼罩全身 这赫然是一段九阶的巅峰力量 见此情景 直视者顿时就骇然了 楚慕的月光湖竟然也晋升到九阶了 而且还是九阶巅峰 距离二段只差一丝的距离 听雨也不由在心中暗道 难怪七阶的花妖不敌墨爷 看样子早在楚慕区要灵前 墨爷就已经晋升九阶了 只是一直用楚莲隐藏实力 而葛青望着散发出强横气息的墨爷却不禁返效 小狐狸还藏着一手呢 有意思 就在这时 身在半空的墨爷忽然动了 以极快的速度一爪子狠狠轰击在灵蛇的头颅处 一击得手 墨爷没有恋战 而是迅速地拉开距离 而楚慕望着依旧活蹦乱跳的灵蛇 脸色立马就难看了几分 只见灵蛇被击伤的位置 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快速恢复 就在这时 葛青忽然迅速催动魂力 同时发出一阵冷笑 游戏现在才真正开始 话音刚落 灵蛇的身躯猛然打开 一团黑色斜气迅速从他的嘴中喷涌而出 眨眼间 弥漫全场的斜气就迅速凝聚成无数尖刺 朝着墨爷席卷而去 而墨爷身上的那层防护层 仅仅只是支撑了片刻功夫 就被毒刺给击破 见此情景 墨爷立马蜷缩身躯 又那条毛茸茸的尾巴朝着毒刺横扫而出 可被甩飞的毒针却迅速消散 再次化作一团斜气凝聚在赛场之上 紧接着一团蕴含磅磅磅能量的暗绿色能量团 就再次轰然落下 而面对如此大范围的攻击 墨爷根本无处可躲 只能选择硬扛 下一刻 能量团就轰击在墨爷的身上 爆发出一阵剧烈的轰鸣之声 在烟雾消散后 听雨望着浑身是伤的墨爷立马激动了起来 墨爷赢了吗 然而下一秒 灵蛇却忽然将葛青给吞入嘴中 葛青却一脸得意地鸣笑道 楚牧 是想血迹自己 为灵蛇争取十秒的暴走机会 这个疯子也太变态了 而灵蛇在吞下葛青后 立马就使出了分裂技能 紧接着三头灵蛇在眨眼间就飞扑到了楚牧的跟前 楚牧根本来不及闪躲 直接就被灵蛇给一口咬在了手臂上 就在这时 墨爷忽然飞身跃起 连续挥出数据撕裂爪 打断了灵蛇的撕咬 紧接着树道荧光如同剑刃飞逝 月白光芒忽然闪耀 如同黎明破晓 墨爷使出的二段月光刃 将灵蛇以及他的分裂体瞬间秒杀 而楚牧立马就发现自己的伤口处有毒 葛青的真正目的赫然是跟他同归于尽 就在这时 曹义忽然猛然冲出 静直朝着擂台掠去 再来到楚牧跟前后 曹义立马就伸手按在了他的肩膀上 紧接着曹义的手就爆发出一阵紫色的魂力波动 楚牧顿时就发出了一声惨叫 直视者见状立马就愕然了起来 我没看错的话 那是曹统领的魂迹精神之意吧 这玩意可不是闹着玩的 随便一指就能令人暴体而亡 眼看楚牧要遭殃 听语正想冲上擂台阻止 可却被一旁的直视给牢牢地按住 顿时听语就连忙大喊了起来 曹统领 楚牧明明赢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他 而曹义却一脸冰冷地盯着楚牧发问道 楚牧 周深墨他们 是你杀的吧 而楚牧却咬紧牙关墨不作声 在这一刻 他感觉到了来自死亡的威胁 来了来了 实力达到巅峰水平的墨爷 终于迎来了蜕变 就在刚刚 楚牧好不容易赢了葛青 可却被曹义施展出魂迹给压制住 曹义在对楚牧使出了魂迹精神之意后 立马冷然低喝道 楚牧 周深墨他们是你杀的吧 楚牧只能强忍着痛苦 艰难地回答道 不是 顿时曹义脸上的愤怒更甚了 他立马狠捏楚牧的伤口大喝道 还敢狡辩 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 哪怕楚牧在坚韧 也忍不住发出一声惨烈的哀嚎 望着被折磨的楚牧 场外的幸存者不惊讶一到 是楚牧杀了周深莫马 那他岂不是我们之中最强的存在 可心血却不以为然道 那又如何 我看他现在离死不远了 此时听雨已然花容失色了 他知道灵蛇的毒会腐蚀内脏 就算不被曹义折磨 楚牧也撑不了多久了 而曹义那双眼睛已然充满了可怕的杀意 我最后再问一遍 是不是你杀的 然而就在这时 墨也感觉到楚牧正在承受摧残 竟以自己的力量突破魂宠空间的限制 主动现身了 见此情景 桃一立马就发出一声冷笑 然后将他的孔狼给召唤了出来 而救主心切的墨也根本没有一丝惧怕 竟率先朝着孔狼发起了进攻 可只有一段实力的墨也 根本就不是战将及魂宠的对手 在使出狼吼击飞了墨也之后 孔狼迅速跃起 对着他猛然抬起那只巨大的狼腿 身在半空的墨也根本没办法闪躲 直接就被那一爪子给狠狠拍飞 顿时场内就爆发出砰的一声巨响 墨也那较小的身躯瞬间就砸到了地上 楚牧知道奴仆级的月光湖 对战战将级的孔狼 肯定是绝无胜算 当即他就想要将墨也给收回去 可就在这时 桃一却再次使出了精神之意 顿时楚牧的召回就被打断了 随后曹一就居高灵下的不屑道 你还有闲心管他 当劳资是空气吗 说起来 你就是用那个小畜生杀的人吧 废了他就是废了你 孔狼去给我撕碎他 此时灵蛇所留下的蛇毒 已然侵入到了楚牧的内脏当中 楚牧现在只感觉到浑身剧痛 要喘不上气了 不过楚牧还是咬紧牙关 想要将墨也给收回魂宠空间 只要收回空间 就能为他争取到逃跑时间 而曹一显然也知道楚牧的用力 手上再次加大魂力输出 强行压制楚牧 可楚牧却咬紧牙关 在即将失去意识之前 强行催动了魂约召回 见此情景 陶一不禁眉头一皱暗暗压一倒 他竟然挺住了 这怎么可能 而楚牧在强行召回了墨也后 立马就双眼一白失去了意识 见楚牧昏迷 心头大吉的听语 立马就挣脱了执事者的阻挠 紧接着他就朝着楚牧飞奔 而去同时焦急地呼喊起来 楚牧 楚牧 快醒醒 而曹一望着昏迷的楚牧 不禁暗暗分析了起来 就算只坚持了几秒 但能扛住我的精神之意 起码是魂事水平 也就是说这家伙竟然与我同级 就在这时 一堂的执事者忽然出声打断道 大人 楚牧是夏大人带来的 倘若他就这样死了 咱可不好交代啊 而且他体内的白眼魔要是无主了 也是个大麻烦 陶一文声不由眉头一紧在心中暗道 夏大人是眼魔宫的高层 我日后升职还要多多依仗他 可不能轻易得罪 一想到这 曹一便开口道 把楚牧抬下去 再给他一剂解毒药水 这么会功夫 死不了人的 时间过得很快 在经过了治疗之后 楚牧已经恢复了正常状态 一想到墨爷白天的行为 楚牧不由严肃地叮嘱道 墨爷 你要记住 以后面对强大的对手 绝不能冲动 保住性命才是王道 就在这时 墨爷身上忽然迸发出一阵耀眼的光芒 光辉斑斑勃勃地在他的毛发身体周围闪烁 凝聚在一起竟然有些耀眼 楚牧见状顿时心头一震 这是蜕变 只见墨爷神圣的光辉越来越强烈 身躯在月光的笼罩下 肉垫内的爪子忽然伸出 却慢慢地伸长 变得更加锋利坚韧 墨爷顺利蜕变到了二段一阶 在结束了生死试炼之后 楚牧等人就被带到了青眼魔主岛 带下船后直视者便开口介绍道 这里是青眼魔主岛 以后你们大部分时间都会在这里 要是表现好的话 还能有机会回到大陆区 风骨在环视一圈后不惊讶一道 这座主岛的规模 怕是比所有副岛组合在一起还要大 楚牧也不禁暗暗嘀咕了起来 不知道夏广涵会不会在这里 随后直视者就带着众人来到了客栈宣布道 从今以后你们就住在这里 虽然允许你们自由活动 但你们最好安分些 看见没 那是青眼魔宫 一个月后你们要在那里和其他副岛的魂宠视觉动 而且青眼魔宫里住的可都是大人物 你们要是冒犯了他们 死了都还算好了 但要是被送去做人体实验 你们知道是什么下场吗 说完 直视者便转身离开 只留下一众骇然的幸存者 见气氛压抑 风骨连忙开口道 之前在副岛上大家都不太熟 但以后我们就是共事的伙伴了 不如再各自介绍一下吧 我叫风骨 这是我的魂宠阿大 一段八阶的岩石妖 我叫李志 他是我的魂宠赤哥 一段八阶的白语音 我叫星雪 这是我的一封小宝贝 一段六阶的冰属性魂宠些尾尸 而听雨也召唤出了自己的次规花妖开口道 我是听雨 这是我的花妖 一段八阶 风骨见状不惊讶一道 我记得你 那一日花妖的浴火重生 着实令我们大开眼界 而一旁的星雪 则阴阳怪气道 听雨姐姐 你怎么不给自己的魂宠取个名字啊 是不是不识字 听雨当即就眉头一条讥讽道 星雪妹妹 你怎么靠六阶魂宠进击的 是走了哪位大人的后门啊 星雪闻声连忙开口辩解道 风骨哥哥 你看他说的什么话 我在决斗台上连赢三场 哥哥你们都是亲眼见过的 就在这时 大门却忽然被发出喷的一声 显然是有人出去了 望着离开的楚慕 听雨不禁暗暗嘀咕道 淘汰赛结束后 楚慕总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他在担心什么 而楚慕在远离人群来到一处空地后 便将墨爷给召化了出来 现在墨爷刚蜕变到奴仆级二段 还没来得及开发他的实力 现在他得趁着在团体赛之前 把墨爷给调讯好 当即楚慕就掏出那没兽火 双属性的魂金 紧接着楚慕就开始调讯 魂金内部的能量非常庞大 他得先把兽属性慢慢释放出来 随后楚慕将自己的魂念的锁定在魂金上 开始将兽属性慢慢地引入到墨爷的身体之中 随着能量的注入 墨爷的身体再一次发生了变化 四肢和躯干上的肌肉有了明显的膨胀 在注入完毕后 墨爷立即迫不及待地 对着不远处的树木使出了撕裂爪 望着树上那恐怖的抓痕 楚慕感觉撕裂爪的强度已经能与血裂爪媲美了 但在远程攻击上还需要进一步地加强 随后楚慕便开始对墨爷进行火属性调讯 让他吸收掉魂金的火属性能量 火属性能量的引入 让墨爷的身体立刻有了明显的变化 银白色的毛发竟然渐渐地泛出了一种夕阳红的美丽光泽 这种光泽隐藏在银色的毛发之中 在火属性能量注入完毕后 墨爷身上立马就燃起了熊熊烈焰 显然是调讯成功了 不知不觉 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 望着头顶上的一段五阶的暗夜符 楚慕决定拿他来试试新招式 在楚慕的命令下 墨爷飞速甩动尾巴 一道妖艺的火光瞬间袭解而出 那头暗夜符猝不及防之下 立即就被燕芒给命中了 见此情景 楚慕不禁暗暗嘀咕道 看来火焰对异系和暗系的魂虫有着很大的伤害效果 不然不至于随手一击就能令其致死 在墨爷回来了之后 楚慕忽然挑眉道 魂虫有了进步 我这个魂虫师也不能落后 咱们走吧 楚慕在调讯完墨爷后 便来到了李氏药记 一看到店铺老板 楚慕就直接表明了来意 请问有在售的魂迹吗 卦音刚落 店铺老板立马就甩出一本厚厚的价目册 见楚慕一副穷酸样 老板便一脸敷衍道 有是有 但是价格这方面你现在可承受不起 楚慕在看了一下价格之后 不由暗暗嘀咕道 魂图魂迹最少都要两个金币 魂是魂迹要五十个金币 见楚慕默不作声 店铺老板便再次开口道 你要真想买 可以拿魂盒找我换 南丛林那边就有魂兽 随后楚慕就赶往南丛林深处 并且还遇到了一只曼迪怪 在看到曼迪怪后 楚慕忽然淡笑道 墨爷 当时捡到你的时候 也是这样一只一段久接的曼迪怪 而曼迪怪显然被楚慕 这个不速之客给阅恼了 紧接着曼迪怪就率先发起冲锋 而墨爷也丝毫不虚 直接赢了上去 就在双方即将撞到一起的刹那 墨爷却猛地一跃而起 下一秒 墨爷猛然俯冲而下 一道烟红色的刃盲瞬间 从曼迪怪绚丽的身体划过 痛苦嚎叫声立刻回荡在了丛林上空 愤怒的曼迪怪当即就使出技能电流稳乱 而墨爷为了速战速决 直接使出月影分身来扰乱和限制曼迪怪的行动 并且开始疯狂输出 可曼迪怪的防御力却出奇的强悍 他无视墨爷的攻击依旧在蓄力技能 见此情景 墨爷直接一跃而起 狐狸尾巴猛然甩出 一道灼热的燕芒瞬间击射而出 而正在蓄力技能的曼迪怪根本来不及躲闪 直接就被这发燕芒给命中 可这发技能并没有将曼迪怪给解决 他的技能已然蓄力完毕了 可墨爷却丝毫不慌 转身迅速挥出一记血猎爪 鲜红灵力的战绩再一次释放 血猎爪瞬间撕开了曼迪怪那庞然的身躯 二级后期的防御皮肤已经彻底撕裂 确认曼迪怪已经彻底死亡之后 楚慕便开始忙碌地收集工作 在挖出了曼迪怪的魂金后 楚慕不由眉头一挤 一颗二阶魂金还远远不够 为了尽快地赚取金币来购买魂技 楚慕和墨爷便开始了漫长的猎杀之旅 一个月后 楚慕才离开了丛林 再次来到了理事药剂铺 再将猎取的魂和魂金全部卖给老板后 楚慕便开始查看起魂技 老板健壮不由喝笑道 一个月的时间狩猎魂兽 从我这转走52枚金币 已是我碰见的第一个 楚慕则边看边暗暗思索道 严妇与宠妹一样是魂式技能 我目前还不能施展 那就只剩下这本极动了 全集楚慕就决定购买那本极动魂技 开始当场学习了起来 在买下了魂技后 楚慕不由的一道 有极动在手 就算是碰上二段低阶的魂丑 也不在话下了 离开了理事药剂 楚慕望着自己那身脏兮兮的衣服 当即就郁闷道 再回去前 还是先换身衣服吧 来了来了 青眼魔宫的奴隶对决终于要开始了 就在黎明刚到来时分 实事者曾泽和古雷便早早地到了院子之中 将逸者们全部召集起来 在环视一圈后 古雷忽然赤鹤道 楚慕呢 竟然还敢爱床 一旁的曾泽文声连忙低声道 扎上什么 这可是咱们的摇钱术 说话客气点 一听这话 古雷连忙改口道 来个人去叫楚老弟起床 还有时间还有时间 就在这时 楚慕忽然从门外走了进来淡然道 出去买了点东西 让各位久等了 见谅 见楚慕焕然一新的打扮 小嘎嘎不由赞叹道 我曾听说楚慕是世家小公子 从前还不信 现在看起来倒真有几分气派 古雷也不由指了指楚慕身上的衣服开口道 楚老弟 无意冒犯啊 我就想问问 你这买衣服的钱哪来的 楚慕当即就回应道 我去打怪 在商贩那里卖魂盒赚来的 而一旁的风骨 则暗暗担忧了起来 不知道楚慕的墨爷进阶到何种地步 他可是我们全队的希望啊 在人骑之后 古雷便直接阵臂高呼道 人到骑了 走 去亲眼魔宫 而曾泽在走到楚慕身后的时候 却忽然低声道 今天的团体赛你要小心 曹毅可能会对你下手 你要小心比赛里的人 当即楚慕 就有些不解的看着曾泽开口道 为什么告诉我这些 而曾泽却只是淡然一笑道 因为我相信你 更相信你身后的下大人 随后曾泽便边走便喝笑道 话我带到了 能不能活下来 就靠你自己了 在众人来到了青眼魔岛之后 坐在主位上的岛主 忽然缓缓地开口道 曹毅 你今年带来的这批奴隶 看起来都是一些酒囊饭袋啊 曹毅闻声连忙甘笑道 是出了一些小意外 小的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就在这时 与曹毅平等位置上的 另一分岛刀主锅蒙 却是大笑了起来 曹毅 我可是听说你的队伍里 还有一只低等如仆级的月光狐啊 你还真是越混越回去了呀 此话一出 曹毅那张脸立马就被气得通红 但这种场合下 他根本不敢随便 把自己的怒气发泄出来 当即曹毅就脸色阴沉地 朝身旁的男子沉生道 刘震 你确定你的努力 有把握解决掉月光狐吗 刘震则是不屑地笑了笑 我办事你还不放心 一个只有九阶的月光狐 还不轻松搞定 放心吧 我挑的奴隶 可是连我自己都要忌惮几分呢 很快 比赛就迎来的开始 二十名奴隶也纷纷念起了咒语 将各自的魂宠召唤到自己面前 率先出场的是一只二段的灵甲兽 这只灵甲兽显然是 楚慕等人最大的麻烦之一 不对刘震队也不全是二段 红衣女子所召唤出的 就是一只一段八阶的 高等奴仆级的火猫妖 另外几名队员也接连 开始召唤出魂宠 分别是拉格怪和一只疯妖 也都是一段八阶左右的水准 见对方还有一人不召唤 楚慕不由暗暗迪顾了起来 王可洛既不召唤自己的魂宠 还可以收敛自己的气息 他会不会就是曹义安排给我的杀招 开打了开打了 眼魔岛的首次团队比试终于开始了 在风骨再召唤出二段一阶的岩石腰后 心血立马就发出一阵惊呼之声 不愧是风骨哥哥 这么快就把阿大进阶到二段一阶了 前几心血就有些不耐烦的朝楚慕催促的 立边的 快把你的狐狸召唤出来 我们的魂宠都进阶了 你可别扯大家的后腿 而楚慕也没打算浪费时间 单纬地念起了魂约咒语 直接将墨爷给召唤出来 不过出于楚连状态的墨爷 目前还是保持着一段六阶的模样 看起来没有一丝威胁 对面灵甲兽的主人赵峰 在看到墨爷后立马就笑了起来 一只六阶的月光狐 我的灵甲兽一巴掌就可以拍死他 而风骨在看了楚慕一眼后 眼中不禁闪过些许失望 墨爷的楚连状态还保持在六阶 那么月光狐可能还只是九阶 一旁的听雨也不由暗暗交集起来 奇怪 凭小墨爷的进阶速度 不应该会在九阶停滞如此之久啊 魂宠和魂宠的混战很快就爆发了 灵甲兽率先朝着岩石腰发动了进攻 而另一边 风腰也紧随其后使出了范围技能风腰之息 而听雨面对攻击 果断是一次龟花腰使出刺眉之墙 勉强将其挡了下来 有一朵朵两米高的刺龟所形成刺眉之墙 虽然防御力并不弱 但面对二段格拉怪这种重量型生物的冲击 还是相当勉强的 风骨在看到听雨的处境并不好之后 顿时就暗暗交集了起来 这二段的灵甲兽果然难产 阿大根本脱不开身 天上有风腰 地上还有格拉怪 再这样下去 只靠听雨挡不住 当即风骨就连忙转身朝着楚慕大喊了起来 楚慕快想想办法 但楚慕却不为所动的淡然应当 不急 等待时机 楚慕没有急着去救援花腰 而是指挥着几乎被其他人无视的墨眼 慢慢的在团队战场外游动 等待最佳时机 赵峰特意看了一眼脱离整体队伍的月光湖 然后朝一旁的嘉玲开口道 嘉玲去把那只月光湖干掉 弱者不配留在战场上 当即嘉玲就一脸自信地点头笑道 放心 我的火猫会漂亮地解决它 可下一刻 一道烟红的血光忽然在战场边缘溅开 嘉玲立马就慌乱地将魂虫给召回 赵峰不禁有些愤怒地对嘉玲吼道 你在干什么 为什么收回魂虫 嘉玲则脸色苍白地指着场上男妖艺的墨爷颤抖道 他差点杀了我的火猫妖 此时的墨爷看起来妖艺 刚刚他仅仅暂时爆发出恐怖的攻击力 就险些让火猫妖一击致命 这只平平无奇的月光湖 居然一出手就震惊四座 任谁都想不到 一只普通的一段六尖月光湖 仅仅一击就差点秒杀了二段的火猫妖 赵峰虽然大概猜测到对面是隐藏了实力 但他还是开口命令到 再怎么样也不过是指破狐狸 林甲兽先撩掉他 话音刚落 林甲兽立马就甩出一发重击 瞬间打残了岩石妖 然后切换到速度更快的爬行状态 迅速朝着墨爷所在的位置飞速细去 而墨爷面对扑面而来的林甲兽 却没有任何躲闪的意思 依旧矗立在原地 就在这时 楚慕却忽然出声命令到 墨爷先攻击其他更弱的魂宠 话音刚落 墨爷竟然以一种凛然气势 直接掠过了林甲兽 杀入到了乱战之中 那奔竹的速度快到根本看不清的地步 墨爷的速度之快 让众人完全反应不过来 而不远处的格拉怪看到一道冷芒袭来 瞬间就愣住了 紧接着一道撕裂爪如黎明破晓 杜白的光刃绚丽地从半空中落下 非常准确地从格拉怪的头颅位置斩下 二段一阶的格拉怪虽然防御力强悍 但也根本无法挡下这一爪子 直接就被当场秒杀 见此情景 拉格怪的主人立马就惊呼出声 怎么会这样 不是说那只狐狸只有一段六阶吗 而疯妖的主人健壮不妙 连忙命令疯妖使出范围技能暴风拳 想要以此来限制墨爷的行动 虽然暴风拳的范围和攻击频率很高 但墨爷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银色修长的身躯在战场中划过一道道弧线 轻而易举地就躲开了这波袭击 就在墨爷飞速奔足之时 地面忽然破开 灵甲兽猛然从地下对墨爷发起了进攻 而疯骨的反应也很快 戴刹内间就命令岩石妖使出崩裂技能 这招技能发出的时机很及时 原本就要击中墨爷的灵甲兽 瞬间就被石块给牢牢夹住 紧接着岩石妖就猛然双手合十 再次发动技能岩石球龙 顿时岩石妖的身躯就开始支离破碎 飞石迅速吸附压缩 将灵甲兽给牢牢的包裹在其中 可赵峰剑状却丝毫不慌 反而露出了一抹冷笑 你阻止不了我的 灵甲兽 灵光 话音刚落 被囚禁的灵甲兽立马就发出一阵耀眼的金芒 强大的能量波动瞬间席卷全场 见灵甲兽想要脱困 听语连忙命令刺龟花腰使出飞腾去将其缠绕住 而理智和心血也紧随其后 分别命令白羽英使出赤月斩 可谢伟师使用光灵射线 企图一举歼灵甲兽 可赵峰面对众人的围攻却丝毫不慌 很是淡定的冷笑一声 无味的挣扎 灵甲兽动手 话音刚落 丙甲兽猛然爆发出一阵嘶吼 暴体飞甲技能瞬间甩出 无数坚硬的炎刺立马就以它为中心 朝四周击射而出 丙甲兽的这波反击很强 刺龟花腰 白羽英和歇尾狮 这三只魂宠的防御能力都比较差 一下子就被击飞了出去 黑暗族魂宠暗影一上场 就瞬秒了楚慕的三名队友 感受着断开的精神链接 心血立马就泪流满面 我的遗风 怎么可能就这么死了 而风骨则脸色凝重的 他们将实力最强的王可洛放在最后 就是为了将我们一网打尽 就连台上的岛主也不禁夸赞的 刘震选的这个奴隶实力 倒是让我出乎意料啊 在得到夸赞后 刘震不由眉头一挑 朝曹毅开口道 怎么样 够不够格解决 杀了你三个顶级奴隶的凶手 可曹毅却脸色凝重的 你可别把楚慕看得太简单了 望着一脸凝笑的王可洛 楚慕不由暗暗嘀咕道 暗影的死亡勾引 专门吞噬受伤的魂宠 就在这时 暗影猛然使出了魂踪技能 无数没蕴含暗能量的飞弹 迅速朝着墨爷所在的位置落下 不过墨爷在速度上 还是占据绝对优势的 几个闪身间 他就轻易地躲开了这波袭击 在冲到暗影跟前后 墨爷立马猛然跃起 抬手对着暗影就是一记撕裂爪 直接将那抹暗影给撕裂 可在撕碎了暗影之后 无数七飞的光点 立马就落到墨爷的身上 粘附在他身上 紧接着半空中 那些原本要落空的飞弹 却忽然急转弯 朝着墨爷的位置迅速落去 见此情景 王可洛立马就发出一阵凝笑 魂踪之际不死不休 你的狐狸拥有 都会是我暗影脚下的亡命之徒 而楚慕望着被追踪着跑的墨爷 立马就反应了过来 那些球都是暗影的追踪器 绝不能被缠上 在弄明白了对方的技能后 楚慕立马眉头一条 镇进道 那就看看鹿死谁手 说完 楚慕立即就命令墨爷 使出月影分身 企图通过分身 来摆脱飞弹的追踪 而王可洛见状不由微微压异 然后便哈哈大笑了起来 分身 让你见识一下暗影的厉害 暗影 使用毒网 话音刚落 一张有暗元素凝结而成的巨王 猛然出现在了半空之中 朝着墨爷和他分身的位置 迅速落下 但墨爷却没有慌乱 直接挥舞起二段的力爪 轻而易举的就将毒网给撕破 可毒网在被撕碎后 却变成了液体 落到了墨爷的身上 望着墨爷痛苦的表情 楚慕立马就明白 这上面蕴含着比灵蛇 还要强上百倍的毒性 就在这时 王可洛再次出手 暗影猛然使出技能魂鞭 两道漆黑的暗影鞭子 立马就以迅雷不及眼而知识 爆砸而出 见此情景 风骨等人的脸色立马就难看了起来 他不由叹息道 若是楚慕败了 我们怕是又要过上从前奴隶的日子了 听雨也不由暗暗自责了起来 若是我的刺规花妖此刻还能一战 或许还能帮上忙 墨爷 你千万要挺住啊 望着被暗影压制的墨爷 楚慕不由暗暗焦急了起来 怎么办 墨爷根本伤不了暗影 再这样下去 墨爷快没有体力了 这个男子的魂宠一出手 居然就瞬间打残了楚慕的几名队友 就在刚刚 灵甲兽在使出暴体飞甲 击晕了三只魂宠后 便快速冲到了刺眉花妖跟前 紧接着灵甲兽就抬起那粗壮的巨腿 准备将刺眉花妖的脑袋给踩爆 可就在这时 墨爷忽然从一旁冲去 朝着灵甲兽的腹部撞去 直接将它狠狠地撞飞了出去 当即赵峰就一脸不悦地赤鹤道 这只狐狸怎么在这里 子生 你的疯妖呢 在看到倒地不起的疯妖后 赵峰立马就恼怒道 真是没用的东西 灵甲兽使用暴体飞甲 话音刚落 灵甲兽身上再次爆发出绚丽的光芒 无数炎刺猛然爆出 可墨爷的速度很快 不断穿梭在炎刺的夹缝中进行躲避 见暴体飞甲完全没办法伤到墨爷 赵峰立马就暗暗心惊了起来 好快的闪避 为什么他都能躲开 就在这时 墨爷的狐狸尾巴忽然燃起一抹炙热的火焰 燕芒技能直接朝着扑面而来的炎刺甩去 紧接着半空中就爆发出一阵轰鸣 燕芒和暴体飞甲发生的碰撞 立马就让灵甲兽轮在了原地 就在这时 墨爷敏锐地抓住这个时机 飞速袭到了灵甲兽的下方 半袭与撕裂爪的叠加 可以将这爪刃的威力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墨爷异常准确的爪子 从灵甲兽腹部与下肢位置的缝隙之中划过 灵甲兽腹部与下肢受到墨爷的攻击之后 立刻就溢出了一滩番茄酱 身躯骤然叶矮 直接翻倒在地上 看见这一幕 赵峰脸上的表情立刻就僵硬了 一个只有六阶的月光湖将我们全部打败了吗 而此身则有些不满地指责道 若不是你轻敌 我们绝对不会输 可赵峰却不悦道 你自己既不如人 你还怪我轻敌 赵峰知道现在不是推卸责任的时候 他连忙朝一旁开口道 王可洛 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而王可洛没有说话 直接默默地开始召唤自己的魂宠 一抹暗影瞬间就从他身后狂勇而起 并且发出一阵刺耳的嘶吼声 紧接着王可洛就朝着楚慕发出一声冰冷凝笑 楚慕受死吧 而观战旗上的刘震在看到楚慕的表现后 也不禁赞叹道 楚慕这小子确实有些实力 不过比起王可洛 可就差远了 王可洛的魂宠是暗影 暗影可以说是比较罕见的魂宠 虽然是被列为高等奴仆级 但如果信仰的好 瞬间漆黑的阴影瞬间弥漫全场 仅仅只是一瞬间 岩石腰 白羽鹰和些尾狮就被那魔诡异的阴影给笼罩围困了起来 死亡勾引的限制能力很强 三只魂宠根本就没办法挣脱 底下的风骨剑状顿时就慌了起来 阿大 使用崔山来挣脱 可就在这时 李智却忽然一脸惊恐道 不对劲 我们的魂宠好像不听指挥了 死亡勾引不禁限制了魂宠行动 并且还隔断了他们和主人间的精神链接 在王可洛的命令下 暗影开始不断涌出 同时开始侵蚀被围困的三只魂宠 紧接着就爆发出三道轰鸣之声 岩石腰 白羽鹰和些尾狮就在半空中轰然炸开 而风骨和李智已经兴许 看着自己的空中花花下落的番茄匠 顿时就傻棱在了原地 墨爷和暗影间的缠斗 墨爷根本伤不到对面 并且体力还在不断消耗 但楚慕忽然灵光一闪 死亡才是你的宿命 就在楚慕想施救之时 却发现墨爷中了对方的夺影定魂 在这招限制技能下 魂技完全起不了作用 见楚慕那副模样 王可洛立马就大笑了起来 任你的月光湖速度再快 也摆脱不了暗影的夺影定魂 一旁的风骨也发现墨爷的处境不妙 便连忙提醒道 楚慕收回魂宠吧 你打不过他们了 楚慕也知道此战不得不败 先保存实力等日后再战 才是明智的选择 当即他就准备将墨爷给收回魂宠空间 然而就在这时 楚慕猛然地感觉到一股非常隐蔽的精神波动 将他的召回给打断了 只见曹义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楚慕的身后 又一种极其怪异的语气对楚慕低声道 这么一场有趣的战斗 怎么不多享受一回 陶义所使出的精神之意 直接打断了楚慕的召回咒语 并且迅速地封住了他的魂面 让他没办法将墨爷给召回 这下楚慕顿时就感觉压力陡增 有精神之意的压制 魂宠空间根本无法开启 墨爷有危险 而围观的小嘎嘎见此情景不由恶然道 那月光湖的主人不打算收回自己的魂宠吗 已经被暗影控制住了 怎么坚持也是白费劲吧 这种情况下 要是把握不好 只会和开头那批魂宠一样悲惨啊 与此同时 墨爷忽然猛地发出了叫声 并朝着曹义所在的位置望去 显然是已经感觉到了楚慕 受到了他人的精神限制 见墨爷身上那银色的毛发 猛然间出现了诡异的飘动 并燃起了火焰 桃一顿时就愣住了 下一刻 墨爷就使出了银月壶的封印破除 额头上那银月印记竟然绽放起了光芒 一道若有若无的赤色光泽笼罩在墨爷的身上 将身上的限制给解除掉 岛主见状顿时就瞳孔一缩暗暗震惊了起来 这是银月壶的封印破除 一只月光壶怎么能施展银月壶的技能 而此时墨爷也展露出自己真正的姿态 他的战力瞬间就飙升到了二段三阶的高度 见此情景 小嘎嘎们顿时就恍然大悟了 是二段的月光壶 原来这狐狸一直在隐藏真实的水平 这两只魂宠同属二段三阶 这场输赢还不可而知啊 风骨见状也不由眉头一条分析了起来 暗属性魂宠的路数最为诡异 即便实力相当 炼魔爷也占不了多少便宜 可听语却一脸得意道 管他呢 小墨爷 我看好你 而王可洛对墨爷展现出的实力却毫不惊讶 他依旧自信道 二段的狐狸又怎么样 被种下隐宗也只能死在暗影的手里 暗影使用暗宗 话音刚落 暗影立即从王可洛的身上飞袭而出 眨眼间就出现在墨爷的身后 炸了炸了 这个男人居然在赛场中召唤出了二段的青眼魔 就在刚刚 楚慕的召回被打断后 暗影就迅速出手 眨眼间就袭到了墨爷的身后 紧接着暗影对着墨爷就是一记黑暗长边 墨爷需要我 我必须到他的身边去 而曹义察觉到楚慕的小动作 立马就凝笑道 想用魂力强行破除我的魂迹吗 你未免也太高看自己了 下一刻 楚慕猛然爆发出一阵大喝声 他强行爆发出自己的魂力 直接破解掉曹义的精神之意 见楚慕的魂力这么强悍 逃一顿时就恶然道 这小子的魂力与之前不一样 而楚慕没再浪费时间 直接对着暗影使出魂迹急动术 在楚慕发动魂迹的瞬间 暗影的脚底就开始蔓延出一股寒意 一下子就将它给冰冻住了 而王可洛见状却丝毫不慌 反而宁笑道 可笑 这点控制力还不够给暗影挠痒痒 暗影使用引爆 在暗影使出引爆技能后 将它控制住的冰块 立马就开始缓缓碎裂开来 而楚慕则用意念对墨爷传音道 还记得暗夜符吗 燕芒对暗属性魂兽有致命伤害 就在这时 冰冻树猛的就被暗影给破解 脱坑的暗影立马就开始寻找墨爷的踪迹 而得到指令的墨爷此时已然跃至了半空 并且已经将燕芒技能给蓄力完毕 还没等暗影做出反应 墨爷就果断甩动尾巴 将燕芒给爆砸在暗影身上 虽然王可洛不清楚月光湖 怎么可能使得出火属性技能 但他还是连忙命令道 蠢祸快点灭掉这些火焰 但火焰天生就是暗属性的克星 火焰顺着暗影的躯体 直接烧进了他的身体内部 被燃烧的暗影跟发疯一般扭动着身躯 凶猛的火焰从他的身体外燃烧到内部 短短的几秒钟时间 战场中央便出现了一簇熊熊的火团 仅仅片刻功夫 暗影烧焦的难闻气味就开始弥漫在空气之中 显然已经彻底泄菜了 见蜀木获胜 蜂鼓等人立马就激动了起来 够强啊兄弟 心血也连忙凑到蜀木身旁开口道 蜀哥哥 你干得不错吗 是雪儿以前误会你了 听雨也微微一笑夸赞道 我就知道你不会被轻易打败 而王可洛望着烧焦的爱你 顿时就一脸不可置信道 不 我明明可以干掉他的 而曹毅则一脸阴沉地朝刘震开口道 刘震 你不是保证能成功吗 刘震顿时就愣住了 他无论如何都不会料到 竟然会出现这种几乎完全不可能出现的局面 前击刘震冷冷地注视着王可洛 用命令的语气开口道 把你的青眼魔召唤出来 王可洛闻声顿时就慌了 可我已经没有多少魂力了 若是此时催动轻眼魔 我会死的 刘震却毫不在意王可洛的生死 语气冰冷地居高零下倒 闭嘴 你若站 还有一线生机 你若退 我会让你现在就死 寒冷于死亡之气瞬间袭遍全身 这种情况下 王可洛根本不敢有任何违抗的意思 王可洛只能浑身发抖地念起咒语 他的身体周围渐渐地被一团如同鬼火一般的青色火焰包裹着 青色的火焰渐渐地脱离了王可洛的身体 慢慢地漂浮在半空 周围的温度瞬间骤降 含电全身的邪恶气息肆意地扩散 青色魔焰疯狂席卷 他所召唤的赫然是一只二段四阶的青眼魔 青眼魔 浑身燃烧着青色灵魂火焰的魂虫 更有人将他称之为掌控着青色灵魂魔焰的魔鬼 心血在看到是二段的青眼魔后 顿时就惊骇了起来 青眼魔 是青眼魔 就连疯鼓也不禁破口大骂起来 baby 胜负明明已分 你们欺人太甚 可知识者刘震却哈哈倒 可笑 胜负岂是由你们这些下贱的奴隶决定的 是生是死 全凭实力罢了 而王可洛在召唤出青眼魔后 便一脸失神地命令到 青眼魔 干掉那只狐狸 顿时就传出一阵毛骨悚然的声音 就像是魔鬼鬼诈无比的笑声 青眼魔完全就像一个永生不死的幽灵之鬼 不需要腿部却如同幽灵一般快速 而莫也想要移动 却已经使不出多少气力 可暗影的战斗已经透支到体力极限了 刘震见状立马就冷笑道 那只狐狸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青眼魔毫不费力就能干掉它 可曹毅却咬牙切齿不悦道 楚慕身上出现太多意外了 这一次必须成功 而原本看好楚慕的鼓雷二人不由遗憾道 青眼魔都出来了 楚慕恐怕难逃这一劫了 好不容易拉拢的摇钱树就这么没了 而青眼魔的移动极其诡异 迅速地出现在莫也面前之后 竟然直接张嘴喷出一口诡异的青色火焰 莫也只能艰难地拖动身躯来进行躲闪 而楚慕此时已然痛苦无比 强行爆发魂力来挣脱精神之意后 他的魂力已经快被炸干净了 但楚慕知道只要把莫也收入魂宠空间 就能保密 日后还有获胜的希望 他连忙抬手想要开启魂宠空间 可就在这时 莫也因为体力不支 竟被青眼魔的火焰喷射给击中了 顿时莫也就开始发出阵阵哀嚎 他身上瞬间就燃上了可怕的魔焰 身体摩擦着地面 不停地滚着 见此情景 楚慕也没办法将莫也给收回 只好强行催动魂力使出极栋树 将莫也给保护起来 可魔焰的温度极高 极树生成的冰块仅仅只是眨眼间 就开始迅速融化 在极栋树消失的刹那 魔焰再次燃烧了起来 莫也立马就发出阵阵哀嚎 为了救下莫也 楚慕也顾不了其他 只好拼命地榨干自己的魂力 不断使出极栋树 听语见状立马就交集了起来 楚慕快停下 这根本没用 只会白白消耗你的魂力 而心血则脸色复杂地叹息道 楚慕能有一只二段的魂宠 他还不得拼命保住他 松鼓和李志在互看一眼后 不禁暗暗叹息道 楚慕 你可千万别认输啊 陶大人难道就非要赶尽杀绝吗 而楚慕拼命施加的极栋树 根本没办法驱除那层诡异的魔眼 只能面前保住魔眼的性命 看着遍体鳞伤的魔眼 听着魔眼痛苦凄凉的声明 楚慕胸中已经燃烧起的怒火 再一次洗减了全身 仿佛要冲出身体一般 这个男人在激发了白眼魔的力量后 终于展露出恐怖的杀意 就在刚刚 魔眼被青眼魔的魔眼侵袭 楚慕只好使出极栋树帮他减轻痛苦 可青眼魔却没有打算就此放过魔眼 而是快速飞到了他的身旁 眼看魔眼要遇难 楚慕立即大吼一声 给我住手 顿时他的身体内就传出一阵 令在场所有人不寒而栗的魔体之声 白眼魔受到了楚慕内心那种滔滔怒怨的影响 直接破体而出 紧接着白眼魔就锁定青眼魔 以极快的速度拦住了他 并且将其用白色魔眼将其包围了起来 底下的小嘎嘎见状顿时就亥然了起来 是白眼魔的气息 只有眼魔工和新成员才能拥有的白眼魔 其中一名女子则一脸震撼地开口道 一个奴隶怎么可能喂养到的白眼魔 在白眼魔拦下了青眼魔后 楚慕便直接朝着墨爷所在的位置走去 王可洛见青眼魔被压制住 脸色立马就骇然了起来 白眼魔 这下我们死定了 而楚慕三步并两步 很快就来到了墨爷的身旁 在抱起了墨爷之后 楚慕不由一脸心疼地安抚道 墨爷 坚持住 我会为你报仇的 在消除掉墨爷身上的诡异青艳后 楚慕当即就催动魂宠空间将墨爷收回去 前几楚慕就伸自一转 脸色阴沉地朝青眼魔缓缓走去 面对伤害墨爷的凶手 楚慕的目光立即就散发出可怕的杀意 而青眼魔感受到楚慕那恐怖的目光 立即就流露出人性化的恐惧之色 知道眼前这个可以召唤出白眼魔的男人足以灭杀自己 青眼魔立马就果断转身飞回到王可洛身旁 见此情景 楚慕不由眉头一挑 露出一抹戏谑的笑容 想逃吗 迟了 在楚慕的意念催动下 白眼魔再一次发出魔提之声 转瞬间就拦住了青眼魔的去路 并露出恐怖的森森巨嘴 白眼魔是眼魔中的皇族 面对低等的青眼魔 白眼魔直接就当场将其吞噬殆尽 随着白色魔艳的燃烧 青眼魔幽灵一般的身躯彻底的化为了灰烬 随着一阵狂风凉起 凌乱的飘荡在战场上空 刘震见状顿时就脸色慌张道 曹毅 你把我害惨了 夏大人要是知道了 他不会放过我的 而曹毅也不由咬牙切指导 他的魂力已经消耗殆尽 白眼魔很快就会把他吞噬掉 彼时楚慕生死也怪不到我们身上 而岛主也知道这件事要是让夏大人知道 自己也会吃不了兜着走 当即他就连忙出声道 行了行了 这局曹毅队伍获胜 而曹毅却丝毫不慌 反而一脸杀意的冷声道 楚慕 你就留在这儿乖乖等死吧 而楚慕的双眸猛然绽放出凛然的邪气 紧紧盯着不远处的曹毅 恨不得用怒火将这个卑鄙的家伙烧成灰烬 只见浑身燃烧起了滔滔怨怒的白色火焰的楚慕 并没有打算就此收手 而是朝着曹毅冷声道 等死的人 是你